第七十七章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怎么伤得这么重 看到沈亿背上的伤 荣浅的眉头都拧了起来 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对啊 老板 你这伤是怎么导致的 徐墨也忍不住插嘴询问 他虽然知道沈亿受伤 但并不知道他是怎么导致的 沈亿说了两个字 车祸 你出车祸了 荣浅脸色都变了 出了车祸 他竟然还跟没试人一样 乔军车这时笑着说道 准确来说 他是目睹了即将发生的车祸 然后 为了救人 才让自己受伤的 救谁 荣浅立马问 乔军车的眼神中 透着一丝耐人寻味 意味不明地说 救楼下那个跟大少爷似的 躺在沙发上 对谁都爱答不理的小子 听到是凌杰 荣浅的表情 顿时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 莫名生出了一种 救他那种人干嘛的心情 让他家沈亿 白白受了这么重的伤 这想法刚冒出来 荣浅就赶紧摇头 告诉自己 不能这么想 他是警察 不能有这种偏思的想法 爸爸 你有没有发现 凌杰他 好像变了很多 许莫都不敢说太直白 回想起刚开始见到的时候 还是个听话乖巧的孩子 这才不到一年 就变成这样了 沈亿穿上衣服 专心地将衣扣都系上之后 他才微微一笑 抬头对许莫说 等一下宋乔医生走的时候 你让他来房间找我 好 许莫重重点头 希望沈亿能改变凌杰的一些想法 把走歪路的年轻人 给带回正道上 荣浅原本还想跟沈亿说 他刚才把凌杰给打了的事 但既然沈亿已经要找他谈话了 荣浅也就没必要再落井下石了 希望那小子 能知错就改吧 随后 许莫送乔军撤离开 荣浅也回自己房间去了 凌杰听到许莫的传话 就上楼找沈亿了 门没锁 凌杰推门就走进去了 看到沈亿背对着他 站在窗前 双手插兜 他的背影很轻瘦 凌杰喊了一声 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 把门关上 男人轻悦的声音 此刻冷冰冰的 凌杰转头一看 发现门确实没关 他忙把门关上 抬头在看沈亿的时候 凌杰不自觉咽了咽喉咙 莫名感觉到了一种很压迫的气场 也许是房间没开灯 窗帘又放下来的缘故 房间显得很昏暖 而沈亿的身影 就仿佛笼罩在黑暗中 黑色的西装裤 白衬衫 给了凌杰一种 她的世界只有黑与白这两种颜色的即视感 冷冽 凌厉 阴暗且孤独 外面还下着雨 稀稀利利的雨声 在此刻安静的房间里 显得很清晰 凌杰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沈亿没有说话 她也不敢妄动 你过来 沈亿始终背对着她 凌杰走过去 在沈亿身后停下 两人中间只隔着一步的距离 沈亿转过身 然后 一个反手 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凌杰恶然呆住 这一巴掌 沈亿还是用手背打的 她面无表情 一双冷眸毫无波澜 动作干脆又利落 仿佛打她 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天之内 连续挨了两个耳光 两人还一人一边 凌杰何时受过这种窝囊气 但她不敢发泄出来 只是咬了咬牙 后曹牙都咬紧了 面部表情 微微有些扭曲与抽搐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脸上没有笑脸的沈亿很甚人 敏直的嘴角 冷漠的眼神 无不透着别靠近我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得很利 如果容浅在 就会看到 此刻生气的沈亿 是什么样的了 因为赌博 凌杰不情不愿地说 她擦了擦嘴角 发现有血 不知道是被打的 还是她自己咬牙的缘故 沈亿回答她 你说错了 这一巴掌 是你刚才侮辱她的下场 凌杰顿住 刚才 所以 她当时都看到了是吗 所以 你明明知道 被打的人是我 你却还给我一耳光是吗 凌杰痴笑了一声 言语之间 透着对沈亿的失望 以及 瞧不起 凌杰以为沈亿会袒护她 没想到 她竟然还听那女人出头 我提醒你一句 她不是你能动的人 否则 后果你承担不起 沈亿给了她一个警告 凌杰握紧了拳头 她不甘心 不甘心 那辆车朝你冲过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躲 沈亿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一个抬眸扫向她 凌厉的眼神 压得凌杰透不过气来 沈亿接着说 是你想死 还是笃定 我一定会救你 都不是 凌杰连忙否认 她解释到 只是被吓到了 动不了脚 原来如此 沈亿点点头 也不知道她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总之 心里在想什么 让人完全琢磨不透 沈亿拿出一张照片扔桌上 问她 这个人你见过吗 凌杰瞥了一眼 牟底快速划过一抹一样的光 她 怎么会有那个叫托马斯的美国人照片 不 不认识 她摇头 表现出一脸茫然 沈亿看着她的眼睛 然后 又拿出了另一张照片 那这个人 你认识吧 凌杰紧张咽了咽喉咙 问 她是谁 沈亿说出一个名字 我同父一母的弟弟 沈逢然 这边的房间里 容浅懒洋洋地趴在床上 忽然 她像是垂死病中金坐起 猛地一个翻身坐起来 容浅惊恶低难道 我好像想起来 沈亿是什么时候 差点出事的了 第七十八章 你 是不是就要走了 傅伯仲一直等凌杰 从沈亿房间里离开之后 才去找沈亿 进了房间 傅伯仲第一件事 就是顺手关上门 这是进她房间的规矩 只有一个人可以破裂 那就是融钱 来了 坐吧 沈亿走到茶几前坐下 给傅伯仲淒茶 傅伯仲关心地问 少爷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傅管家 你知道 林杰是因为谁染上毒瘾的吗 沈亿端起茶杯 双手递给她 这是对长辈基本的尊重 也是她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傅伯仲摇摇头 她连林杰迷上赌博 都是刚知道的 沈亿告诉她 是沈凤然 是她 傅伯仲的反应很大 虽然林杰在美国 确实是跟沈凤然独一所学校 但沈凤然应该不知道 林杰是在沈亿的资助下上学的才对 林杰怎么会跟她那种人走到一起 林杰在学校 没少跟人说她认识我 沈凤然应该也听说了 所以才刻意接近她 并让她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沈亿说到这就想叹气 或许 她一开始就不应该 把林杰送到那种贵族学校 她以为给她最好的教育 就是把她送去最好的学校 却忘了她之前生活在贫民窟 这一对比就跟一夜暴富没什么两样 心里会产生反差也正常 巨大的反差 让她要么自卑 要么加入攀比 而林杰明显是后者 所以 她才会跟以沈凤然为首的那帮富二代混在一起 以为这样 自己也是个有钱人了 少爷 沈凤然这些年的变化我一直看着眼里 她的圈子很乱 16岁就带着一个成熟性感的金发女人回来过夜 黄赌毒她是一样 也没落下 林杰跟她混在一起 还不知道得堕落成啥呀 傅伯仲眉头紧皱 忧心忡忡 这些年 沈亿虽然并没怎么关注过沈凤然 但也多少听说了一些 在孟玉兴的宠溺下 她是越发胡作非为 说到沈凤然 傅伯仲就欲言又止 有句话 她不知道该不该说 傅管家 对我 你没什么不好说的 沈亿看出她的纠结 微微一笑 替她解了难题 傅伯仲观察她的表情 小心翼翼的说 少爷 沈凤然好像一直把你当榜样 就连带女人回家 好像 也是模仿的你 沈亿拿着茶壶倒水的手一顿 她的眼眸微微一沉 沈凤然 在模仿她 当然 这只是一个猜测 不一定就是 少爷 你别多想 傅伯仲并不知道 沈亿是怎么想的 只是看出她的表情不对 连忙找不 沈亿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让她不用担心 至于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没人知道了 傅伯仲走之后 沈亿就靠着沙发 她闭上眼睛 很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她需要想的东西太多了 脑子经常附和不住就头疼 这时 门外传来开门的声音 沈亿立即将揉着眉心的手 放了下来 身板也随之作证 她的状态调整得很快 仿佛刚才疲惫的人不是她一样 门开了之后 容浅的脑袋从门后冒出来 鬼鬼祟祟的 跟做贼一样 沈亿看到她 嘴角就不自觉扬起 刚才的疲惫也一扫而空了 容浅确定她房间里没人了 这才走进去 还不忘将门关上 在她对面坐下后 容浅就问她 下个周日 姚正兴的赌场 是不是举办了什么酒会 她还邀请了你去 她确实有跟我提起 但具体日期 还有待商权 沈亿丝毫不意外容浅怎么会知道 相反 听她这么一说 沈亿还确定了一件事 不过 听你这话 看来 她把日期定在了下周日 那就没错了 容浅的表情严肃又认真 她对沈亿说 我刚才想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出事的了 就在下周日 而出事的地点 就是赌场 但容浅还是有不满的地方 她说道 虽然知道了时间跟地点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报纸上好像没写 只知道你差点出事 但好在有惊无险 容浅现在想起来 怀疑当时的报道 是不是被刻意压下了 毕竟那么大的新闻 不可能会被简单一笔带过 而是大肆渲染才对 很明显 就是有人压下来了 沈亿若有所思地问 阿浅 你觉得 我出事后有惊无险的结果 是本就如此 还是 因为有你的阻止 才躲过一劫 说实话 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 容浅不有苦笑 如果是前者还好 要是后者 如果他没救到他 沈亿的历史 是不是就会被改写 得知容浅并不知情 沈亿看着他的眼神 流露出一丝不解 这一刻 沈亿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但那种感觉转瞬即逝 他都来不及抓住 因此 他也说不出 是哪里不对 我怀疑 我可能是想错了 容浅这时 沉着稳重地说 沈亿问 怎么说 一开始 我以为你会出事 是因为托马斯 因此注意力 都放在了他身上 但刚才 想到出事的地点 是在赌场之后 我突然想到 到时伤害你的罪魁祸首 会不会另有其人 容浅也是刚想到的 他现在必须打破 固有思维 重新树立眼下的局势了 你怀疑是何继承吗 沈亿能跟上他的思路 容浅点点头 没错 要知道 赌场也算是他的地盘 他要是想伤害你 完全可以绊倒 尤其 他还有 对你下手的理由 容浅不认为 姚正兴对沈亿说的那些话 凭何继承的本事跟能耐 他会不知道 沈亿 你是怎么想的 容浅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沈亿却是看着他 说了句 下个周日过后 你 是不是就要走了 第79章 他已经 等了他有十年的时间了 容浅没想到 沈亿会把他的离开 看得比自己的安危还要重要 但他下个周日就会走了吗 说实话 容浅也不知道 也无法确定 他知道 这次回去 处境并不会像前几次一样 有所好转 按照回去后的规律 时间会往前退几分钟 也就是退回 他被戴着骷髅头面具的男人 挟持那一刻 虽然相信警方的力量 他不跳下楼也会没事 但容浅还是想知道 戴着骷髅头面具的男人 到底是谁 他是有话要问他的 会问他什么 那个男人 又认识他吗 容浅想不通 如果不搞清楚 他恐怕不会就这么回去 于是 他对沈亿说道 不一定 不过这一次我跟你保证 如果我走了 一定会告诉你 你一定要走吗 沈亿几乎是脱口而出 说出后 他自己都愣住了 容浅没有说话 而既然已经问了 沈亿索性就问他 你能 不要走吗 我留下来也没什么事啊 所以 肯定是要走的 而且 下次咱们还会再见的 容浅笑着安慰他 跟在安慰一个小孩子似的 沈亿直勾勾看着他的眼睛 下次 还得等几年 算下来 他已经 等了他有十年的时间了 这个 我也不知道 这话说出来 容浅自己都觉得心虚 说出这种话 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 但他也不想骗他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嗯 我明白了 沈亿掩饰住 谋底的落寞 为了不他心里有负担 他挽起嘴角 故作轻松 对他说道 那你要离开之前 记得一定要告诉我 我有话要跟你说 说什么 容浅现在就很好奇 有什么 是不能现在说的 沈亿指回了他一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容浅妥协 好吧 那他就等着 话说回来 林浅那小子的问题 你打算怎么处理 言归正传 容浅想听听他的打算 沈亿想了想 才说道 我想把他留下 观察他几天 看看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虽然他的死活 不该归咎在你身上 但既然你决定要管他 那么在他成年之前 你都有管教他的资格 更别说 他还叫你一声歌 容浅也觉得挺无奈的 因为林峰的缘故 他们不能对他置之不顾 容浅决定帮他分担一部分 于是拍胸脯保证说 沈亿 你只管教 要打要骂的是 你让我来 我帮你教训他 他愿意帮忙 沈亿还求之不得 于是 接下来这些天 沈亿限制了林杰的行动 不让他出门半步 将他扣留在家中 并警告他 他要是敢动容浅一根头发 他回来就打断他的腿 当然 这句话 是在容浅不在的时候说的 经过上一次的教训 林杰不敢再对容浅不敬 但他也不喜欢容浅 毕竟没有人会对打了 自己的人有好脸色看 于是 他都刻意闭着容浅 整天要么窝在房间里 要么去棋牌室转转 一天就这么晃悠过去了 容浅一直在暗中观察他 他猜他坐不住三天 果不其然 三天后 林杰就待不住了 晚上凌晨两点 容浅还在房间里踢腿 顺便注意一下楼下房间的动静 为此 他都没把门关延 林杰就在这个时间点 偷偷摸摸 准备翻墙出去了 看到他攀墙的那一刻 容浅立马跑去告诉沈亿 透过门缝的光 确定他还没睡 容浅推开门 就看到他在工作 下意识说了句 你怎么还没睡 虽然自己也没睡 但他熬夜工作 就是不行 怎么了吗 沈亿放下手里的钢笔问他 这话倒是提醒他了 容浅忙说 林杰跑了 要跟过去看看他去做什么吗 去 沈亿毫不犹豫 起身就走 还不忘拿两顶黑色的鸭绳帽 将其中一顶带到容浅头上 沈亿还把冒岩往下压了压 盖住了他半边脸 走 沈亿拉着他的手就走 于是很自然的 主导拳就到他手上了 两人跟在林杰身后 一路尾随 而林杰也没有走远 出了门之后 就出了这块别墅区 到了外面马路上 他左右环顾了一圈 然后进了一条巷子 沈亿跟容浅悄悄跟上 始终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直到林杰在一辆跑车前停下 两人才躲在角落 摒弃宁神 远远观察情况 容浅看到 那辆红色的敞篷跑车上 坐着一个打扮很斯文的男人 穿着白衬衫 还系领带 但他年纪看起来不大 好像还没成年 他点了根烟 抽了一口 然后递给林杰 林杰接过 疯狂地很吸了几口 那模样 就跟在吸毒品似的 容浅的眉头皱了起来 压低声音 靠近沈亿说道 那很有可能不是烟 而是毒品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沈亿问他 容浅仔细看了看 那男生脸很白 面色无光还憔悴 都怀疑是不是 纵于过度的缘故 从长相上看 也还算好看 就是笑起来很阴邪 就差没把我很坏三个字 写在脸上了 他谁啊 容浅没认出来 沈亿回答他 沈冯然 容浅的瞳孔瞬间放大 他是沈冯然 是当初在肯德基见到的小男孩 这才过去多久啊 六年的时间 就让一个的孩子 变成这副模样 阿浅 你躲在这里别出来 沈亿叮嘱了他一声 容浅知道他想做什么 也没阻止 点点头 表示明白 于是 沈亿面不改色地 朝他们走过去了 容浅正想观察一下情况 身后这时 传来脚步声 警惕的容浅立马转身 就看到两个穿得流利流气 喝得烂醉如泥的男人 色眯眯地看着他 其中一个打着酒阁 猥琐地坏笑道 没想到出来撒泡尿 还能遇到这种美女 这算不算是谚语啊 第八十章 他若愿意听我 就还有救 嘘 容浅对他们做了个 噤声的动作 偷偷摸摸地 还让他们低下头凑过来 别胜张 两个男人喝得醉熏熏的 也不知道容浅想干嘛 看到美女朝他们凑过来 他们就傻了 跟着低下头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容浅小声地对他们说 三个人凑一起 跟同伙做案似的 两个男人晕乎乎的 一听有秘密 就立马来了兴致 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秘密 那就是 容浅的两只手 慢慢伸向两个人的后脑勺 嘴角勾起一抹脚侠的弧度 你们再找死 然后 握住两人的脑袋 面对面用力一撞 啊 小巷里传来男人的惨叫声 让沈亿的脚步一顿 也同时吸引到了 林杰跟车上的沈凤然注意 两人转头一看 就正好看到 停在他们不远处的沈亿 林杰看到沈亿就是一慌 赶紧把手里的烟扔到脚下 他手忙脚乱地踩了脊脚 然后踢到车底下 沈凤然看到沈亿 嘴角弯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跟个纹固子弟似的 等沈亿走过来之后 他就邪笑地说 这不是我的好哥哥沈亿吗 怎么 你这是 大半夜查请 沈亿瞥了他一眼 目光落在林杰身上 只见他低着头 不敢抬头看他 林杰 你怕什么 跟你沈大哥说 你跟着我 都干了什么 沈凤然还在一旁拱火 林杰都紧张地抓酷腿了 低着头 依然不敢看沈亿的眼睛 走吧 沈亿却没多说什么 拍了拍他的肩 示意他跟上来 眼看沈亿就这么走了 全程没拿一个正眼看他 沈凤然的脸黑了下来 他冷声说 沈亿 你是把我当不存在吗 还是说 你在怕什么 沈凤然盯着他的背影 笃定沈亿听到他这话 一定会停下脚步 果不其然 沈亿停下了 他回过头 看他的眼神是那么冷漠且冰冷 沈凤然不自觉咽了咽喉咙 他承认 在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面前 他会下意识觉得低他一等 离他远点 别靠近他 沈亿的语气 不带任何温度 冷冰冰的眼神 仿佛一把利剑 狠狠插在沈凤然的心上 还有 别再模仿我 他没有说一句伤人的话 也没有用那种鄙夷的眼神看他 可沈凤然却觉得 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充满了对他的厌恶 他低头看了自己穿的白衬衫一眼 然后又看沈亿 他也穿着白衬衫 可他的却是那么干净雪白 一尘不染 温润如玉 风度翩翩 再反观自己 不伦不累 想得垃圾 俗话说 越温柔的人 越懂得怎么伤人心 这句话 果然没说错 沈凤然自嘲冷笑了一声 不管怎么看 都觉得自己 恶心肮脏极了 目睹沈亿带着林杰走远 沈凤然拿起一罐啤酒灌了一口 不耐烦地说了句 那两人是掉粪坑了吗 去了这么久 还没回来 沈凤然等了好半天 才等到两个男人摇摇晃晃 跌跌撞撞地朝他走过来 沈凤然刚要破口大骂 一看两人鼻青脸肿 他脸一沉 质问道 怎么回事 被一个女人打了 男人底气不足地说 沈凤然痴笑了一声 人呢 走了 跟着林杰 还有另一个戴 黑色鸭绳帽的男人走了 沈凤然拿着啤酒的手一顿 跟着沈亿走了 难道 是那个女人 阿浅 你刚才没事吧 这边 沈亿跟荣浅走在回去的路上 想起刚才看到的画面 沈亿还是关心问了他一句 荣浅笑了笑道 我能有什么事 那两人醉成那样 被我一顿教训 就躺在地上装死了 他们 是沈凤然的人 跟在他们身后的林杰 这时低声地说 荣浅跟沈亿一听 都停下了脚步 两人对视一眼 还是沈亿说 回去再说 嗯 回去后 沈亿就找林杰谈话了 沈亿给他下了最后通告 如果他想毁掉自己的一生 那现在他就离开这里 从今以后 他沈亿不会再管他的死活 这话确实恐吓到林杰了 他连忙发誓保证 再也不会跟沈凤然走在一起 以后会好好学习 不辜负他的栽培 他说的这些话 也不知道沈亿信几分 总之 沈亿放他回屋去了 林杰一走 荣浅才进他的房间 第一句话就问 他还有救吗 沈亿眉头微拧 他若愿意听我 就还有救 若不愿意 他会成为一个 威胁到社会安全的祸害 荣浅寻思地说 我看他挺听你话的 所以 应该是还有救 也许吧 沈亿淡淡一笑 并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林杰的是暂且不说 关于沈凤然那边 荣浅还挺好奇一件事 刚才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那个沈凤然 很崇拜你吗 因为崇拜 才会模仿 他是个疯子 沈亿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荣浅愣住 疯子 他以前跟沈凤然 发生过什么吗 荣浅能感觉得出来 谈到沈凤然 沈亿整个脸色都很不对劲 他们之间 肯定发生过什么事 第81章 敢在我面前做监犯科 很快 就到赌场举办活动的当天了 姚正兴把这场活动办得很大 请来了许多赫赫有名的知名大人物 娱乐圈内也请了不少当红明星过来 这注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 荣浅也跟着沈亿过来了 但他不能跟沈亿一起出现 这是他们在来之前就商量好的了 这一次跟上次不同 人多眼杂 他若跟他一起出现 必定就引起关注 沈亿不希望 他陷入那些喧闹的纷争中 以沈亿的为人 他一定会将他保护得很好 于是 这一次 荣浅伪装成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保镖 为了保证活动的安全 全程有保镖维护现场 时刻守着 荣浅就混在其中 但他的眼睛只盯着一个人看 那就是沈亿 对于这种应酬式的社交场合 沈亿处理起来 比荣浅想的还要如鱼得水 他一身西装 举着高脚杯 谈吐间竞显绅士与教养 沈亿会时不时向荣浅 投过来一个温柔的眼神 荣浅都得假装高冷 不能笑 免得露线 活动开始很顺利 没什么异常 但荣浅还是没有放下戒备 直到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姚娜作为姚正新的女儿 今晚打扮得很高贵 就跟个小公主似的 但这并不是吸引荣浅的重点 而是他看到 有个男人缠着姚娜不放 跟他拉拉扯扯 由于隔着一段距离 荣浅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能看得出来 姚娜很苦恼 最后 他像是妥协了 同意跟男人走 男人很欣喜 忙对他 做了个请的手势 姚娜一脸不耐烦地走了 远看着姚娜出了门 身边却连一个保镖都没带 就跟着那男人走了 荣浅不知怎么 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荣浅回想了一下 姚娜被绑架的时间 好像 就是今天 想到这 荣浅脸色一变 他末地快步跟上 姚娜是跟着男人从后门走的 出了赌场 姚娜就极为不满地说 到底有什么话 不能在里面说 非得要我跟你出来 娜娜 我对你是真心的 男人一脸诚恳 姚娜不耐烦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 我不喜欢你 还有 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我以后是要跟沈亿结婚的 说完 姚娜扭头就走 男人这时 露出猙獰的表情 他阴狠道 这是你逼我的 姚娜 男人大喊了他一声 姚娜翻了个白眼 他转过身 说道 你到底还要我说几 啊 话还没说完 男人就拿着从地上捡的砖头 往他头上砸去了 姚娜惨叫了一声 他跌坐在地 捂着头 感觉到有血流出来 他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但男人还没罢休 抓着他的胳膊 就把他提起来 往车上拖 姚娜疯狂挣扎 男人就狠狠甩他一巴掌 将他拖上车之后 他整个人就七身上 把他压在身下 猙獰地对他说道 得不到你的心没关系 至少我还得到你的人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我把赌王的女儿给睡了 救 救命 姚娜害怕哭着求救 他浑身发抖 这时才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男人撕开他的衣服 就趴在他的身上 开始啃吻他 只是还没开始 他就感觉到 有人拽住了他的衣领 将他用力往后拖 那力气之大 男人毫无防备之下 竟然被拉出了车 男人摔倒在地 不等他回过神来 对方就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拳 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两颗 男人顿时满嘴的血 瘫软在地 挣扎半天起不来 好家伙 敢在我面前坐肩犯科 胆子不小啊 容浅甩着手 这一拳他打太重了 打完自己的手都疼了 他又抬脚踹了男人两脚 然后才去看瑶娜 他已经坐起来了 此刻正手忙脚乱地整理衣服 只是领口已经被撕破 他怎么挡都挡不住 一时间 眼泪止不住地流 容浅见状 三两下把外套脱了地给他 穿上吧 谢 谢谢 他眼眶通红 不知道是因为感激 还是因为害怕 结果容浅递过来的外套穿上之后 他就胆怯地躲在了容浅身后 抓着容浅的手 容浅无奈地摇了摇头 毕竟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姑娘 遇到这种事 会害怕也是正常 容浅正要跟他说什么 这时 赌场里突然发出了一声爆炸声响 哼 那声音太大了 二楼赌场的玻璃窗都被炸碎了 浓烟从窗里涌出来 不止爆炸 还着火了 啊 瑶娜吓得大叫 把容浅抱得紧紧 容浅的脸色惨白 脑海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沈亿出事了 但容浅还是很冷静的 他第一时间把姚娜找到人多的地方 把他安置妥当之后 容浅才跑进赌场 所有人都惊恐地往外跑 只有容浅 逆着人流 往里面跑 沈亿 容浅寻找着沈亿的身影 一边呼唤他的名字 现场一片混乱 远远的 容浅看到了许墨的身影 他就困在人群中出不来了 容浅忙跑过去 将他从人群中拉出来 不等他喘口气 容浅就问他 沈亿呢 老 老板 二楼 我正要去 去找 许墨喘着粗气 断断续续 总算是把一句话给完整说完了 容浅将他人群往推 去避难吧 你老板 我会去救 容小姐 许墨还想跟上他 但往外逃命的人 根本连给他挤过去的空隙都没有 许墨被迫出去避难了 第82章 我看你更适合被抬着走 二楼一片狼藉 浓烟弥漫 容浅被呛了一下鼻 他环顾四周 发现并没看到沈亿的身影 在这种情况下 容浅也无法大声喊人 要是吸入浓烟过多 估计人没找到 他就先倒下了 远远的 容浅忽然看到 一张倒下的沙发后 似乎坐着一个人 那人背对着他 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是沈亿 容浅忙快步跑过去 结果看到对方 才发现认错了 不是沈亿 而是何继成 何继成的腹部受伤了 此刻流着血 他气喘吁吁 坐在这时准备等待救援 结果 救援的人没等到 倒是等到了 这个叫容浅的女人 哦 找错人了 容浅发现找错 也不管他 起身就走 何继成拉住他的手 喘着粗气 虚弱地对他说道 你 你就这么走了吗 不然呢 你以为我是来救你的 容浅很无情 何继成苦涩一笑 容小姐 我对你做了什么吗 你对我会有这么大的敌意 没有 容浅的态度 依然很冷漠 但发现一直找不到沈亿的身影 容浅只好问他 见到沈亿了吗 何继成的眼神黯淡下来 原来 你是爱救他的 别拖延时间了 快告诉我 你有没有见到他 容浅没空跟他浪费时间 何继成抬头看他 说道 你扶我起来 我就告诉你 你不早说 容浅见他的伤口血流不止 就近找了几条白手巾 捆成长条 充当止血纱布 在他的腰间缠了一圈勒紧 何继成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看 他很专注 冷静又从容 在他脸上 看不到丝毫的慌乱 好了 做好了简单的急救措施 容浅就搀扶着他站起来 何继成可以自己站起来 但看到容浅扶着他 他故意假装虚弱 整个人往容浅身上靠 他的手还放在他的腰上 很轻密地搂着 我说 你要是站不住 就在这乖乖等担架 过来扛你 容浅很想把他往地上丢 何继成这样压着他 容浅都感觉 是自己在拖一具沉甸甸的尸体 何继成凑在他耳边 压低了嗓音说话 可我喜欢 被你扶着 呃 我看你更适合被抬着走 身后这时传来一个男人冷漠轻烈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话 同时 何继成感觉到 有人拽住他的衣领 很粗鲁地将他从容浅身上推开 正巧容浅这时也松了手 何继成一个 没站稳摔下去了 不小心扯到伤口 何继成疼得呲牙咧嘴 沈亿 容浅也听到声音了 转头一看 发现是沈亿 欣喜之下 就把何继成给忘了 见他摔了 容浅也只是敷衍地说了句抱歉 将沈亿上下打量了一遍 虽然没看到伤口 但他还是紧张问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别担心 我没事 沈亿摸了摸他的头 温柔一笑 仿佛刚才冷煞着一张脸 面无表情 将何继成推开的人不是他一样 容浅问他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去再说 沈亿安抚他 他的眼神 让人感到很安心 容浅也知道 此地不宜久留 正想把何继成扶起来 沈亿已经先一步 把他拉起来了 沈亿的动作虽然不粗鲁 却透着一种 不知轻重的感觉 让容浅看着都胆战心惊 这好歹是个伤患 你轻点 老板 刚才吓死我了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徐墨想起刚才的惊险 还心有余悸 好在老板跟容小姐都安然无恙 不然 他得自责懊悔死 你没事吧 听到沈亿这关心的询问 徐墨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他挠了挠后脑勺 羞涩地说 老板 我没事了 容小姐把我推去避难了 虽然被人踩了几脚 话还没说完 徐墨一个余光 透过后视镜 看到沈亿正用矿泉水弄湿纸巾 给容浅擦脸 徐墨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好吧 终究是他错付了 老板根本不是在关心他 没事了 只是呛了几口烟 脸沾了点灰 容浅的眼神躲闪 不适应 沈亿这种过于轻易的温柔举动 他把纸巾接过来 自己胡乱擦了几下 容浅的呼吸紊乱 估计 他根本没发现 自己此刻看他的眼神 有多深情 紧锁的眉头 担忧的神色 那浓烈的 灼热的 缠绵浅犬的爱恋 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他面前 如此赤裸裸 已经满得几乎要溢出来的爱意 容浅这要是感觉不到 除非他是瞎了 注意到容浅的异样 沈亿可能也是察觉过来了 他深吸了口气 压下体内那波涛汹涌 几乎要奔涌而出的情感 他强行克制下来 不让自己流露出半分对他的亵渎 没事就好 沈亿微微一笑 注意到他眉毛上 还有点灰眉擦到 他下意识想上手替他擦了 但克制的隐忍 让他连触碰他一下都不敢 他收回了手 最后指着自己的眉眼 示意他道 这里还没擦到 哦 容浅连忙擦了擦 容浅的心跳得很快 有了刚才的对比 容浅这时才知道 沈亿平时面对他的时候 有多克制着自己 一个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是很难的 而这种境遇 也让他的性张力 扩展到了极致 容浅以前觉得 那些说被看一眼 就怀孕的话很夸张 见了沈亿之后 他才发现 没有比这比喻 更适合沈亿的了 这一幕被许摸看在眼里 让他觉得很奇怪 老板不是喜欢容小姐吗 怎么还小心翼翼地 不敢越界 喜欢就追求呗 干嘛那么克制着自己 他看着都难受 很想摁着他们的头 让他们在一起 话说回来 老板 咱们就这么走了 还不知道媒体那边 会怎么报道你呢 许莫想起 他们从赌场出来的时候 救援已经过来了 虽然记者想围过来采访 但沈亿表示拒绝 并且当着那么多记者 媒体的面 冷着脸上了车 很难不让人猜想 他刚刚在现场中 遭遇了什么 听到许莫这话 容浅顿了一下 难道 这就是报纸上所写的 沈亿遇到袭击 命悬一线报道的来源 就这 果然 媒体为了不关注 什么标题都取得出来 沈亿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刚才发生什么了吧 还有 何继承怎么会受伤 容浅看着他的眼睛 问他 直觉这其中 一定有他所不知道的隐情 第83章 林杰的孩子跑了 容浅打从一开始 就猜错方向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 幕后主使人 既不是托马斯 也不是何继承 甚至 都不是冲着沈亿来的 在赌场上制造混乱的人 是冲着何继承去的 据沈亿说 当时他注意到他跟着姚娜走 原本他是想跟上的 但何继承这时来找他 说有话要跟他谈谈 沈亿就跟着何继承上了二楼 何继承还特地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结果 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 爆炸是引爆了煤气罐而导致的 而引爆煤气罐的 是一个被何继承带入了 赌博这条不归路 最后输的倾家荡产的喜狱中 新老板 一夜之间输了全部家当 老婆还带着儿子跑了 一无所有的老板 找到何继承控诉 结果被何继承派人打了一顿 还被赶出了赌场 于是就抱着 反正已经是一无所有 死了也不怕的想法 来报复何继承了 何继承的伤 也是对方导致的 但要说何继承的运气也是好 沈亿刚好在场 让何继承躲过了这一劫 那老板发现计划没得逞 怕坐牢 煤器官爆炸后 他就跑了 沈亿去追了 于是 才有了后来容浅找过来 却只找到何继承的一幕发生 那人追到了吗 容浅还挺关心结果 沈亿点点头 嗯 抓住了 至于之后怎么处理 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 说到底 只是误打误撞 完全不是我们所猜测的那样 容浅也是没想到 事情的真相 跟他想的 竟然是两回事 不过 不管怎么说 没事就好 容浅也可以放下心来了 哎 那不是副管家吗 他站在门口 焦急地走来走去干嘛 回去后 远远的 许墨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傅伯仲 容浅跟沈亿也注意到了 许墨还特地 将车开到傅伯仲面前停下 他打下车窗 探出头问道 傅管家 出什么事了 怎么着急 林杰的孩子跑了 听到傅伯仲这话 沈亿跟容浅对视一眼 两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几人进了客厅 坐下之后 傅伯仲才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经过 少爷 你们走了之后 林杰也出去了 我当时有问他去做什么 他说 出去转一转就回来 我心想着他最近乖了不少 也就没拦他 谁知道 爱傅伯仲哀声叹气 容浅问道 林杰走了之后 就没回来了 不是 他回来了 傅伯仲这话 转得容浅一个措手不及 回来了他 还叹什么气 容浅理清了逻辑 换另一种方式说道 所以 你的意思是 林杰回来之后 就收拾东西跑了 他什么都没收拾 回来后 一脸愤怒 眼睛里充满了仇恨 留下几句话后 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闻言 容浅看了沈亿一眼 他全程面不改色 这时才问傅伯仲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恨你 还说他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会对他好的原因了 就因为 他哥林峰 是被你害死的 傅伯仲还想模仿林杰当时说 这句话时的语气 但他长得太磁眉善目 实在装不出凶狠 他不是对他哥一泄不顾的吗 怎么这回莫名其妙的愤怒了 容浅有些纳闷 傅伯仲摇了摇头 不 他很在意他大哥 只是这回叛逆期 不愿意表露感情 所以才会故意 说一些难听的话来掩饰 容浅问沈亿 所以 林杰一直以为你对他好 是因为你认识林峰 跟林峰是好朋友 所以才资助他的 嗯 沈亿喝了口茶 平静的表情 让他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容浅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虽然 林峰的死 确实是你导致的 但要论起罪魁祸首 不应该是托马斯吗 他要恨 也不应该恨你 而是恨托马斯才对 哎 这种是说不清的 傅伯仲叹了口气 愁眉苦脸的 林杰这一走 已经是铁了心 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当然 对于林杰的离开 傅伯仲倒是无所谓 他想走 那就放他离开 傅伯仲真正郁闷的点 是林杰对沈亿有误会 误以为沈亿是害死他哥的杀人凶手 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 傅管家 你知道 他当时 跟谁见了面吗 沈亿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而沈亿这一问 就问到重点上了 这也是傅伯仲 之所以会那么焦急的原因 虽然他去见了谁 我不知道 但他跟谁走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傅伯仲的表情很严肃 他掷地有声地说 那个开车的是个美国人 他的名字 叫托马斯 听到他这话 荣浅惊讶瞪大了眼睛 而沈亿 只是微微醋了醋眉 林杰跟托马斯走了 荣浅一脸难以置信 但转念一想 他发现 这就说得通了 难怪了 他突然对沈亿 会有那么大的仇恨 托马斯跟他说的 那肯定是他虚假捏造 添油加醋的版本 荣浅都不敢想 托马斯是怎么跟林杰说审议的 想想也是一阵后怕 要说林杰那小子 也真是蠢 自己人说的话不相信 反而去相信 一个外人 还跟着这个外人走了 荣浅莫名一肚子的火气 但很快 荣浅忽然想到什么 他顿了一下 等等 林杰跟着托马斯走了 荣浅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该不会 当时那个戴着骷髅头面具 袭击他的男人 就是林杰吧 那他当时问他 照片上的女人是不是他 会是想起来 很多年前跟他见过 为了确认他的身份 才问的吗 如果荣浅猜得没错 戴着骷髅头面具的人 就是林杰的画 那他基本能猜出来 林杰当时是想问他什么问题了 第84章 那是他爱的人 他的名字叫荣浅 荣浅进了林杰的房间 关于他的东西很少 就留下一个书包 几本书放在桌上 荣浅走过去看了一眼 摆在最上面的是一本画册 荣浅随手翻开 就被第一页上的画 给震惊到了 画上是一个骷髅头 用黑色的中性笔涂鸦的 整幅画给人的感觉很窒息 黑暗 宛如一个无底洞 荣浅再往后翻 发现每一页 都是画着不一样的骷髅头图案 到了这一步 荣浅已经可以百分百确定了 戴着骷髅头面具的男人 就是林杰 荣浅的呼吸都滞留了几分 那小子 对他下手 可真够狠的 荣浅将画册拿起来放到一边 一个绿色的小册子 这时掉了出来 他捡起来看了看 根据上面的英文翻译了一下 是类似学生美学期的导师评价手册 上面写了老师关于 对学生的建议 是写给家长看的 荣浅翻开看了一下 他看到了几个 让他震惊的英文单词 capital of violence 暴力倾向 和anti-society personality 反社会人格 虽然上面写了疑似 但林杰一定是 有过疑似这些行为的举动 才会让老师写下 带学生去检查的建议 阿浅 听到有人喊他 荣浅抬头 就看到沈亿站在门口 他注意到他手上 拿的小册子了 荣浅问他 你早知道了 不算早 但知道的有点晚 沈亿走了进来 接过他手里的小册子 随手往下翻阅 荣浅看着他 他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眼神坚定下来 他对沈亿道 沈亿 我有点晚了 早点睡吧 只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亿打断了 他像是猜到 他要说什么了 但他不敢听 晚安 于是把册子放下 拍了拍荣浅的肩膀 沈亿对他微微一笑 便先一步 转身离开房间了 荣浅叹了口气 他很想跟他说 逃避是没用的 但想想还是算了 明天再跟他说吧 沈亿进了房间 关上门的那一刻 他就像瞬间 被抽空了力气一样 靠着门跌坐下来 他低垂着头 额前的发丝 挡住他的眼睛 让人看不清他的神色 房间没开灯 唯有窗外的月色 透过玻璃窗投影进来 给这个黑暗的房间 带来了一抹 足以照亮他的微光 男人的薄唇紧抿着 他的手握得很紧 像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 最终 他还是松开了手 仿佛放下了某样 他抓得很紧 不舍得松手的东西 那是他爱的人 他的名字 叫荣浅 荣浅决定回去了 躺在床上 双手枕于脑后 荣浅望着天花板 让思绪发散 跟沈亿处于黑暗中的房间不同 荣浅的房间 开着敞亮的灯光 房间处于一片光明之中 两相对比之下 突出了两人的心境与处境 他在明 他在暗 荣浅不知道 林杰往后几十年发生了什么 竟然会让自己走向了 一条逃亡的不归路 但听到他跟托马斯还有合作 荣浅的心里就很不适滋味 他要是知道 这些年 一直在给害死他哥的人做事 他心里 会怎么想 不管他会怎么想 也不管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荣浅都决定见到他之后 就告诉他 让他知道 自己这些年都干了什么蠢事 这个晚上 荣浅辗转反侧 想了很多 一直到后半夜 终于困得哈欠连连 才终于睡着 只有沈亿 做了一晚上 彻夜无眠 早上不到六点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透过窗帘的缝隙投射进来 沈亿走过去 将窗帘拉开 大片的光 洒到他身上 突如其来的光 有些刺眼 沈亿抬手遮挡 就在这时 他听到 楼下传来荣浅的声音 乖宝宝 听话 到姐姐这里来 沈亿将挡光的手放了下来 楼下是花园 他打开窗户往下看 就看到荣浅撅着屁股 趴在地上 一只手伸到长椅下 不知在摸索什么 躲哪去了 荣浅摸出了 一手的小石头 他探头往里看 能看到那一团 白白的缩在角落 找到了 他伸手过去 奈何虚道用时 方横手短 扒拉了半天 就是碰不到 你在做什么 身后传来声音 荣浅转头一看 发现是沈亿 便对他说 有只小猫咪躲在里面 好像饿了挺久的 荣浅一早就醒了 想着到花园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就听到猫咪虚弱的叫声 他找了半天 才在长椅下找到 奈何椅子是固定的 他也挪动不了 只能看着能不能喊出来了 沈亿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 他说道 我有个办法 你等我一下 好啊 荣浅在原地等 没一会 沈亿就拿着一个骨碟 和一瓶牛奶过来了 将牛奶倒在骨碟上 放下长椅下 沈亿招呼了一声 小猫咪就跑出来舔牛奶了 小猫咪很小 估计也就几个月大 毛发很白 看着就很柔软 瞳孔是蓝色的 荣浅也不懂猫的品种 不知道这是什么猫 蓝眼白猫 祖先为安哥拉猫 波斯猫 起源于1880年代 沈亿向他介绍 荣浅眨了眨眼睛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可能是书看得有点杂 所以各种层面的东西 都多少懂一点 沈亿很谦虚 荣浅对他投去了一个佩服的眼神 两人就这么蹲着 看着小猫咪 很着急地伸出 小粉蛇铁牛奶喝 荣浅上手摸了摸猫咪的小脑袋 温柔道 小绵面 慢点喝 没人跟你抢 小绵面 你给他取的名字 沈亿笑着看他 荣浅没给动物取过名字 以为这名字不好 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是不好听吗 我看他小小一团 毛茸茸 就跟棉花似的 就这么叫他了 不会 很好听 以后 就这么叫他 沈亿摸了摸小绵面的下巴 小猫咪的眼睛很大 他盯着沈亿看 然后伸出小粉蛇 舔了舔沈亿的掌心 还轻易地蹭了蹭 荣浅见状 拍板决定道 那以后 小绵面就交给你照顾了 你可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哦 单亲家庭 对孩子将来的成长 会产生一定消极的影响 沈亿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荣浅一时没反应过来 嗯 这只小猫咪 不能没有妈妈 沈亿的怀里抱着猫 此刻一人一猫都盯着他看 再加上某人的眼神 还略带悲伤 让荣浅莫名生出了一种 他要抛弃老公孩子 离家出走的急事感 荣浅觉得有些好笑 但结果发现他根本笑不出来 荣浅的眼神暗了下来 他能不走吗 如果可以 他也不想走 但他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第八十五章 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过客 老板 这猫是从哪来的啊 徐墨一过来 看到荣浅跟沈亿 还有傅伯仲都围着一只小猫咪 他的眼睛也是一亮 赶紧扑了过去 加入了吸猫的队伍中 在花园看到的 找个时间去买点猫粮回来 沈亿叮嘱他 荣浅补充 还有给他买个猫窝 以后 产猫杀的伟大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 荣小姐 你要走了 许墨很会抓重点 荣浅点点头 是啊 什么时候走 你要去哪 不能在这住久一点吗 为什么要走 许墨还挺舍不得他 一开口就是一连串的问题 许墨话音刚落 沈亿就拍了拍他的肩 说了两个字 谢谢 谢谢他 帮他说出了他想说 但不能说出口的话 许墨一头雾水 老板 你卸我干嘛 沈亿没说话 只是拍着他肩膀的手 加大了力度 许墨被打疼 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 荣浅回答他 有件很重要的事 需要我回去处理 所以 必须回去 哦 那你回去后 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 要常联系哦 工作不忙的话 我会和老板去找你的 另外 你应该也不会回去很久吧 许墨单纯地以为 他回去 就是去另一个城市而已 想见还是能见到的 知道容浅要回哪去的傅伯仲 看了沈亿一眼 见他低着头没说话 傅伯仲微微叹了口气 他家少爷 又得开始漫长地等待了 容浅没有回答许墨 他只是拍拍他的肩 心情看起来明显很低落 许墨一脸茫然 这两人都拍他的肩膀 是几个意思 难道他说错什么了吗 中午吃过午饭后 容浅就到沈亿的房间 去找他 原本想直接推门进去 想了想 还是敲了敲门 进来 容浅推门进去 沈亿正在打电话 看到进来的是他 对电话那边说了几句 就直接挂电话了 打扰到你了吗 容浅问 沈亿摇摇头 没有 说着他起身朝他走过去 容浅也没拐弯抹脚 跟他直说了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现在我要走了 你说吧 如果我说 我不想让你走 会不会显得很自私 沈亿很认真地问他 如果他摇头说不会 他会抓住他的手 不让他走 会 然而 容浅却给了一个 跟他预期相反的回答 沈亿说不伤心是假的 原来 他连阻止他离开的资格都没有 容浅能感觉到他的情绪 但他不能心软 沈亿不知情 所以说出这种话很正常 容浅根本不觉得他自私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 为了不让他拦他 容浅只能这么说 阿浅 对你而言 我只是你时空旅行中的一个过客吗 沈亿看着他的眼睛 这一刻 他忽然很想知道 自己在他心中 究竟占了多大的位置 说实话 听到他这话的时候 容浅都想哭了 这段日子以来 他积累了太多压力 却无法跟任何人说 沈亿对他而言 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过客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时空旅行者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 他在为他拼命 他不会不知道 他每一次来见他 他都是做好去死的准备的 所以 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过客 这傻瓜 容浅的眼眶微红 只是还没开口 徐默的大嗓门 就先传过来了 老板 徐默进来一看 发现容浅也在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徐默早已把他当自己人了 于是也不顾虑 徐默直接说 老板 超级有名的 严导想见你 肯定是有电影想找你拍 地址就约在了一个茶楼 咱们快去吧 我知道了 沈亿还有话 没跟他说 容浅却催促道 快去吧快去吧 免得让人家久等 就是啊 老板 人家大导演很忙的 许默也有些着急 沈亿看着容浅 眉头微微一皱 最后 他看着她说 等我回来 容浅只是笑了笑 没说话 等他走到门口 容浅才喊了她一声 沈亿 沈亿停下脚步 转头看她 容浅黑黑一笑 笑容很灿烂地说 慢走 沈亿已经感觉到什么了 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拳头握紧 他咬紧牙 很下心 决绝转身离去 他怕多停留一秒 会控制不住自己 不愿意放她走了 许默感觉到 气氛有点不太对 不就是出下烫门吗 怎么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他想问容浅怎么了 沈亿见她没跟上了 喊了她一声 许默 走了 哎 我来了 许默来不及问了 就对容浅说 容小姐 晚上等 我们回来见了 容浅笑着 对她挥了挥手 他们回来 估计 已经就见不到她了 沈亿坐上车走了 许默开着车 一路上都时不时透过后视镜观察沈亿的表情 见她沉着脸 一言不发 气氛很凝固 许默也不由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的 老板 你 结果不等她说完 沈亿突然打断她的话 掉头回去 啊 许默下意识猛踩即杀 她转头 就看到沈亿脸上 难得出现慌张的神色说 现在 马上掉头回去 许默不敢问 一路飙车闯回去 车 还没停稳 沈亿就推开车门下车 急促快步跑进去了 她还有话没跟她说 阿浅 你一定要等我说完你再走好吗 就五分钟 只要五分钟 拜托了 阿浅 你一定还没走 别那么快离开我 第八十六章 我是为了你 才会穿越时空来找你 沈亿推开容浅房门的那一刻 房间里 空无一人 沈亿喘着气 她环顾四周 企图从房间里 听到一丝动静 但结果 让她大失所望 房间静悄悄的 仿佛人去楼空 冷冰冰的 连一丝温度都没有 沈亿仍然还抱着一丝可能性 她将整栋楼上 上下下都找了个遍 直到真的找不到容浅的身影 沈亿才恍惚地晃了一下 差点站不稳脚跟 沈亿背靠着墙 呼吸紧簇 一时之间 静都不知自己 在做什么了 少爷 傅伯仲眉头紧簇 刚才的一幕 她都看在眼里 但她不得不把事实告诉她 少爷 容小姐她 已经离开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沈亿低着头 低沉的嗓音很沙哑 骨节分明的手 此刻摁着眉心 她的眼眸紧闭 眉头伸锁 身体似乎很不舒服 傅伯仲告诉她 就在你们出门不久 容小姐把我喊到你房间 让我给她拍张照片 然后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不见了 我的房间 沈亿眉头皱得更紧了 她发现自己找遍了 每一个角落 唯独忘了 找自己的房间 沈亿二话不说 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许莫一直在楼下 焦急得等着 她看到沈亿走来走去 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此刻见沈亿又上楼去了 许莫走过去问傅伯仲 傅管家 我老板突然这是怎么了 他在找什么啊 你没发现 有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吗 傅伯仲提醒她 许莫四处张望 然后猜测地说 容小姐走了 嗯 这有什么 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 再说了 容小姐现在应该还没走远 派人去找回来 不就行了吗 许莫很不解 不明白老板 干嘛要这么着急 傅伯仲摇了摇头 惆怅地说了句 下一次见面 不知道又得等几年了 沈亿进了自己的房间后 依然没看到容浅的身影 但在她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个信封 上面还写着 给沈亿 沈亿能认得出来 这是容浅的笔记 她把信封拆了 把信展开 上面是容浅写的一段话 综述如下 沈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回到我的时代去了 原本 我应该要等你把话说完再走的 但想了想 怕你舍不得我走 所以还是决定 趁你不在 我赶紧偷偷溜走 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 但你也别不开心了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到时候 我给你带礼物呀 哦对了 托马斯跟何继城那边 你一定要多注意点 千万要小心 别让自己受伤哦 最后 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 你不是我时空旅行中的一个过客 你 是我这场时空旅行的起因 我是为了你 才会穿越时空来找你 落款处 容浅 信上还有他画的卡通人物 是画他自己 萌萌的Q版头像比着个耶 笑得很开心 透过这封信 沈亿仿佛看到了容浅的笑颜 沈亿 房门这时突然被推开 容浅笑得一脸得意走进来 沈亿愣了一下 我还没走 怎么样 看到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他张开双臂 对他示意道 还愣着干嘛 过来让我抱一下你啊 沈亿的脸上 不由浮现出笑脸 手里的信都不要了 他欣喜快步朝他走过去 只是就要触碰到他的那一刻 容浅就在他眼前消失了 沈亿嘴角的笑容瞬间僵住 他环顾四周 发现门关得好好的 那封信就掉在地板的毛毯上 安安静静地躺着 沈亿不由苦涩一笑 没想到他才刚走 他就已经出现幻觉了 他走回去 蹲下身将性捡起 就在起身的那一刻 他的眼前忽然一黑 突如其来的晕眩感 让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沈亿忙扶住椅子 他摁住椅子的手很用力 过于白皙的手 清晰可见手背上的青筋 他的指尖都泛白了 可见其难受 沈亿闭上眼睛 深吸了口气 才扶着椅子站起来 但头痛欲裂的滋味 还是让他痛苦地喘不过气来 连忙打开抽屉 找到止痛药 他倒了两颗 塞到嘴里咽下 可头疼 依然没有好转 沈亿双手扶着桌 肩膀随着急促的呼吸而起伏 许久 才听到他低难沙哑地说 阿浅 你可知 漫无目的地等待 有多煎熬 而在沈亿说 这句话的时候 另一边的荣浅 已经早穿越回去了 照相机的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 荣浅就闭上了眼睛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 荣浅很快就将眼睛睁开了 发现映入眼帘的是握着枪 正对着他的十几个武警 准确地说 是对准此刻挟持他 带着骷髅头面具的男人 荣浅回来了 回到了他跳楼的几分钟之前 他的脖子被骷髅头面具男人勒着 他的枪还对着他的头 烂尾楼还是那么破旧 空气中漂浮着灰尘的颗粒 在沈亿的豪宅住了一段时间 突然看到这种环境 荣浅一时竟没能适应过来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想知道我是谁 骷髅头面具男人说这话时 语气里带着一丝可笑 荣浅想起来 他之前被他挟持的时候 确实有问了他到底是谁 而他当时就回了他这么一句 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 荣浅发现 这根本就是灵结的声音 荣浅很庆幸 幸亏有穿越过去 不然 就算他主动说出自己是灵结 荣浅都不知道他是谁 到时要是被他遗弃之下 一枪抱了头 能可就太冤了 荣浅冷静地对他说 我知道你是谁 是吗 那你说说看 我是谁 骷髅头面具男人 不知他怎么突然 跟变了个人似的 反正 他将枪口对准他的脑袋 似乎一旦他说错 就会立马开枪 荣浅临危不乱 他沉着稳重地说 如果我没猜错 你的名字叫灵结 荣浅清楚地感觉到 随着他话音落下 男人明显地震愣了一下 这也证明 荣浅猜对了 第87章 他要是没走错路 该多好 灵结 哼 这个名字 我已经几十年没听到了 灵结有片刻的恍惚 他自我嘲笑了一声 虽然还挟持着荣浅 没有松手 但对准他的枪口 却无意识地移开了 荣浅就抓准这个机会 扼住他拿枪的手腕 荣浅一个擒拿 将他压制在地 将他死死摁住 荣浅也是这时才发现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 虽然手背上被踩过的痕迹还在 但并没有任何感觉 就连断了一根肋骨最疼的位置 也毫无异样 这一刻 荣浅就知道 他是带着伤穿越过去 养好伤回来的 因此 尽管刚经历了那一番殴打 但荣浅其实没受任何伤 无警错愕之际 第一时间冲上来 夺走灵结手里的枪 拽下了他的骷髅头面具 那是一张宝金风霜的面孔 皮肤骏黑而粗犷 脸部肌肉分明充满了灵力的硬线感 他有一双杀过人的眼神 残暴而凶狠 暴怒的那一刻 宛如一头垂死挣扎的狮子 然而 除去这些 荣浅看到的 却是一张与林峰有着相似长相的脸 他是灵结 臭婊子 你宽我 灵结被摁在地上 争鸣嘶吼 这一刻 灵结才知道 自己是被算计了 他怎么可能会是当年跟沈亿在一起的女人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那女人要是还活着 现在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 又岂会是 这副年轻的模样 想来 是她的身份 早就被警方发现了 这女人也是故意假装被抓 实际上 就为了等这一刻 转移她的注意力 将她逮捕 总之 这一次 确实是她失算了 我够你什么了 荣浅在她面前单膝蹲下 她表情很严肃 灵结 我问你 神医当年 在海上出事失踪 是托马斯导致的吗 你又是不是团伙之一 沈亿 你们竟然还知道她的存在 她嘲讽冷笑了一声 荣浅没空跟她兜圈子 她很直接地跟她说了 灵结 我没框你 我也没有提前给你设陷阱 一开始 我确实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在你拿出了照片之后 才认识你的 你在风言风语地说什么 灵结压根没听懂 她想挣扎反抗 但几个武警将她牢牢摁住 她根本动弹不得 灵结原本是要被武警压着走的 但因为荣浅有话要跟她说 特地让武警给她几分钟的时间 让她跟灵结把话说完 听不懂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 我是荣浅就足够了 当年 你在沈亿的家里见到的人 也是我 荣浅没有跟她拐弯抹角 果不其然 听到她这话 灵结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眼神 荣浅问她 灵结 你怀疑过我的对吧 不然 你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 现在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到底想问我什么 灵结的内心挣扎了许久 才终于问她 林峰 我大哥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她被折磨致死 而折磨她的人 跟她有过节 那个人 就是当初告诉你 林峰是被沈亿害死的托马斯 荣浅眼瞼一概 干脆又利落 她恨铁不成钢地说 简单来说 就是你傻小子 被欺骗 利用了都不知道 其中一个年轻武警 听到荣浅的话 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但她没有插嘴 林峰将脸埋在脏兮兮的地板上 她像是挣扎了很久 突然终于妥协了 一下子 像没了七年吧的祈求 我现在没空管你 现在是什么心情 林峰 我问你 沈亿出事 到底是不是托马斯导致的 她又是怎么做的 你告诉我 我或许可以阻止她 荣浅的情绪激动起来 她莫名感到一阵心慌 怕得不到一个答案 林峰却是滴滴笑出了声 她看着荣浅说道 救她 我看 你还是救救你自己吧 林峰笑着 嘴里开始吐血 荣浅的瞳孔末的一缩 她让压制住她的武警 马上把她松开 荣浅费劲地将她扶起来 企图将她的邪给止住 她慌张道 你小子到底吃了什么 看来 当年扇了我一耳光的人 真的是你 林峰笑得很轻松 她已经很多年没这么笑了 没想到 像她这种畜生 最后还能死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她冷血了一辈子 最后 竟然会再听到 小子这两个字时破了房 当初 她要是没走错路 该多好 你再撑一会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荣浅的眼睛里有泪光 她的表情很担忧 林峰很想抬手去碰她的脸 但她实在没力气了 没想到 在这世上 还有人为我流眼泪 嗨嗨 血越流越多 林峰知道自己 已经撑到极限了 她猛呛了一口气 死死抓着荣浅的手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 她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 小心 沈逢然 说完 她的手就垂下去了 她甚至都没闭上眼睛 瞳孔瞪大着 眼睛充斥着挣扎的红血丝 死前最后一刻 她是不甘心的 但她的手在垂下的那一刻 被荣浅接住了 荣浅低着头 默不作声 直到武警过来 将林杰的尸体拉走 直到赵七光跟谢东过来喊她 荣浅才深吸了口气 调整好情绪站起来 救护车 救护车呢 快把担架抬过来啊 谢东看到荣浅这一身的血跟伤 别说有多着急跟慌张了 赵七光见她浑浑噩噩 想扶她一把 但被荣浅拒绝了 还撑得住吗 坐下等吧 医生跟护士 很快就上来了 谢东很担心 荣浅摇了摇头 对他们说道 我没事 现场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哎 你这身伤 谢东想喊住她 但荣浅就跟没事人一样 走得很快 谢东都傻眼了 他怎么跟在玩似的 伤得这么重 他还要去哪 谢东 你过来一下 一个端着枪的武警 这时对谢东招了招手 示意他过来 谢东走过去 老齐 怎么了 有些话 我想 有必要跟你说一声 是关于荣警官的 被换老齐的武警叫齐磊 他刚才目睹了全程的经过 并且 戴在身上的摄像头 都录下来了 他觉得 刚才荣警官跟那个匪徒的对话 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谢东的眉头皱了起来 警方已经在处理现场了 他看了被抬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的灵姐一眼 他晚来了一步 不知道这团伙的头目是怎么死的 正好 他也想知道 刚才这里 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88章 他改了名 叫沈罗宾 容赴睡觉前 有靠着床头看书的习惯 只是今天不知怎么 一直静不下心来 他怀疑是眼镜模糊了 于是摘下眼镜擦了擦 又重新带了回去 这动作吵醒了一旁的容赴 他嘟囔了一声 怎么还不睡 快了快了 看完这一夜就睡 容赴敷衍 但拿着书的手 却心不在焉 容赴拆穿他 我都听半天了 你都没翻一夜 说着 他就侧过身背对他 容赴也不知道 自己今晚是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叮铃铃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这时响了 容赴看了一眼 陌生的号码 这么晚了 谁会给他打电话 喂 你好 请问是哪位 容赴接了电话 就习惯性问话 然后 他听了一会 脸上就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大喊了一声 你说什么 这声惊寒 把容赴都吓得 从床上坐起来 忙问 怎么了怎么了 容赴脸色苍白地说 咱女儿出事了 听到女儿出事 容赴那叫一个手忙脚乱 夫妻俩慌慌张张地下床 连睡衣也顾不得换了 拿了件外套穿上就走 结果刚出房间 外面的门打开了 只见容赴无精打采地走了进来 看到自家老爸老妈 他还懒洋洋地问了句 大晚上的 你们干嘛呢 你 你还问我们 你这身伤是怎么回事 快去医院 容赴胆战心惊 他可是都听说了 他女儿被匪徒一路追踪 还遭到殴打 现在可是伤得很重 容母看到容赴这一身的血 差点没晕过去 他怎么还能跟没事人一样回来 哎呀 这不是我的血了 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你俩也别折腾了 时间不早了 睡觉去吧 我去洗个澡 容赴感觉很累 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 放松一下身心 容母心惊肉跳 她紧张地问 真的不是你的血吗 那你脸上的淤青 不是被打导致的吗 哦 你说这个呀 容赴不以为意 轻描淡写地说 内伤在某些人的精心照料下 早已经养好了 无大碍 估计明天就消下去了 说吧 容浅对夫妻俩挥了挥手 先上楼去拿睡衣 然后就进浴室洗澡去了 全程看起来都很健康 容赴摸着后脑勺 她一脸困惑地说 老婆 你有没有发现 除去她脸上脏兮兮的灰 咱们女儿 气色好像比之前还好了 好像是比出门的时候 圆润了一些 容母身为一个母亲 孩子有什么变化 她一眼就能看出来 虽然刚看到她的时候 被吓一跳 但从她刚才的状态来看 好像还过了一段 被抚养的日子一样 确定了女儿没事 容赴回房间 换了深得体的衣服 她对容母说 老婆 你先去睡吧 我出去一趟 好好问清楚 咱女儿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容母叮嘱她 容赴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于是趁容浅还没洗好澡之前 先一步悄悄地出门了 容浅洗完澡出来后 被容母逮着问了好几遍 确定她真的没事 容母才发现 回房间去睡觉 回到房间 关上房门 容浅就把自己往床上一扔 虽然现在是晚上 可对容浅来说 她刚过一个早上 根本毫无睡意 原本 她是想去找沈淑怀问一些事的 可想想 这一路折腾下来 已经太晚了 再加上 倘若她不回来 还不知道她爸妈会担心成啥样 只是回来后 容浅却始终无法静下心来 林姐临死前 对她说的那一句小心 沈丰然还在她耳边回答 容浅是挺意外的 没想到 会从她口中 听到沈丰然这个名字 她是孟玉昕跟沈池的私生子 是沈毅同父异母的弟弟 沈毅也曾说过 她是个疯子 难道 沈毅失踪 还跟这个沈丰然有关系 这么想着 容浅就躺不住了 一个翻身坐起 容浅就打开了电脑 准备查一下沈丰然现在的情况 结果沈丰然三个字输入进去 却发现 根本查无此人 容浅困惑不解 怎么会没有呢 难道 她已经死了 容浅沈死了许久 一般的搜索引擎找不到 可能是信息不够 容浅最终还是决定 明天去局里后 让陈家帮她查一下 而另一边 容浅连夜赶到警局 一进会议室 就发现 刚才在现场的众人都在了 齐磊是武警队长 原本他收了警就可以离开了 但作为这桩案子 全程的目击人 以及要负责提供录像 便留了下来 容浅一出现 所有人就准备都起身站起 容浅摆了摆手 表示不用站起来了 让大家继续 齐磊见容浅来了 就把刚才放过的视频 再经过投影仪播放一次 视频是从他们突袭开始的 容浅看到女儿 被带着骷髅头面具的男人挟持住 一直往后退 而后面 没有任何防护 容浅的心都紧张得喉咙眼上了 好在没再往后退了 容浅这才松了口气 但奇怪的是 视频里的容浅上一秒 还是筋疲力尽 虚弱不堪的状态 可下一秒 视频忽然闪平了一下之后 容浅在出现在他们视野时 却是神采奕奕的 容浅让齐磊按暂停 反复来回看了几次之后 容浅提出疑问 为什么录像在这里会卡一下 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故障了吧 有什么问题吗 齐磊也只是猜测 容浅皱了皱眉 但终究还是没提出 自己发现的这个细节 让视频往下播放 然后就到了容浅 说出男人身份的话 齐磊在这按了暂停 他对容浅说 局长 从这里开始 对话就很奇怪了 请注意听 继续继续 容浅催促 于是 视频一直往下播 直到林杰死在容浅怀里 但林杰最后一句说了什么 谁也没听清 那句话 只有容浅一个人听到 视频播放结束 众人死一般的寂静 齐磊观察容浅的表情 就发现他揉着眉心 似乎很头疼 谢东这时站起来说 局长 容警官跟这个匪徒 提到了几个人名 分别是托马斯 林峰 还有一个叫沈亿的男人 托马斯就是现在躲在加拿大的霍习军 至于那个叫沈亿的 没查到 身份不明 林峰呢 容浮问 林峰的身份 我们也查出来了 这个匪徒的本名叫林杰 林峰是他的大哥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 但林杰这个名字 他早几十年前就没用了 他改了名 叫沈罗宾 容浮的眉头一簇 他改姓沈 谢东点头 是的 所以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几十年前 容警官可能都刚出生 他是怎么知道林杰这个名字的 还有 他说的那些话 也都很奇怪 其实 谢东这话都算含蓄了 这乃是奇怪 细细一想 分明是匪夷所思 第89章 容小姐 你要上楼去看看吗 把视频给我吧 然而 众人还没讨论出一个结果 容赋就提出把视频录像交给他 谢东部姐 局长 这视频很重要 你确定 我们不需要再研究吗 不需要 把视频连通主文件都移并给我 你们不准私存 也不准商量讨论 这个案子 到此结束 容赋直接宣布 谢东脸色沉了下来 局长 虽然我们都知道 容警官是你的女儿 你们查错方向了 不等谢东说完 容赋就打断他的话 谢东面露困惑之色 局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容警官在视频里提到了托马斯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线索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容遣伤的太重 现在需要休息 谢东都想直接当面问他了 我说了 你们查错方向了 容警官在视频里说的话 跟你们正在调查的托马斯一案 没有直接的关系 容赋摆出一副公司分明的架势 严厉下来的容赋 气场很强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 最后还是落在负责这桩案子的谢东身上 托马斯一事 你们还得查下去 容警官那边 你们谁也不许问他 在视频里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除非 容赋脱长了尾音 直到吊足了众人的胃口 他才说道 除非 他主动找你们帮忙 到时候 你们再协助他 明白了吗 局长都发话了 他们还敢说不明白吗 于是 只能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现 各忙各地去了 容赋走的时候 都把齐磊的整个警用路向仪 都给带走了 他放在兜里 仔仔细细地保管好 走出警局门口 容赋才低声嘟当了句 哎 我也就只能帮到这了 容赋原本还担心 他明天到了警局之后 会被抓过去审问一番 结果 啥事也没有 倒是大家得知了他昨晚的遭遇 都过来表示了关心 结果 一看到 他脸上干干净净的 都怀疑他是不是根本没受伤 好在容赋说是内伤 众人才纷纷表示了关心 劝他多多休息 别太累了 张浩是最担心的那一个 容赋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生怕容赋会晕倒 没人服事的 容赋已经尽力表现得很虚弱了 早上一醒来 他就发现 连淤青都消没了 想想也是神奇 他原以为 回来后 还得再遭一次罪 再养次伤呢 到局里的第一件事 容赋就让陈家 帮他查一个叫沈凤然的人 陈家表示 需要一点时间 容赋也没催他 正好 他可以去一趟沈书怀的家 问问他是否知道一些线索 沈书怀听到容赋 说出沈凤然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顿了一下 停下娇花的动作 沈书怀对容赋说 沈凤然在我过去的印象里 就一直在跟我堂哥作对 沈凤然一直跟沈亿作对 这倒是出乎了容赋的意料 沈凤然 他不是很崇拜沈亿的吗 沈书怀想了想说 如果要形容的话 就像一黑一白 一正一邪 而沈凤然 就是黑势力的那一边 容赋联想到沈凤然的做派 不用想都知道 他以后会做出什么来 那沈凤然现在还活着吗 容浅直奔重点 沈书怀却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这些年也没听过 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这可就奇怪了 容浅有一种答案 明明就在眼前 却一直抓不住的感觉 沈书怀每天都会给花浇水 花园里也时不时有流浪猫过来 他会拿点猫粮 喂喂这些可怜的小家伙 容浅在说话的时候 就有猫走过来了 注意到那是只白猫 容浅还愣了一下 有那么恍惚的一个瞬间 容浅以为自己 还在沈义那边没回来 仔细一看 有花园 还有猫 确实很像 看到小猫完全不怕他 容浅蹲了下来 摸了摸小猫咪的下巴 这时 容浅突然想到什么 他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样啊 嗯 怎么了吗 沈书怀好奇问 容浅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 就是发现了一个真相而已 他发现 一开始沈义的那张照片上 他怀里抱着的那只白猫 原来 是他捡到的 容小姐 你要上楼去看看吗 沈书怀忽然向他发出邀请 容浅顿住 去楼上看看 他记得沈书怀说过 他是替人看着房子 而这栋豪宅 是沈书怀的 然后 容浅就这么 被沈书怀带上楼了 二楼有很多房间 但不复杂 整体结构很简单 就好像设计着房子的人 知道住这里的人 怕复杂一样 装潢各方面 都让人看着很舒服 沈书怀直接带着容浅上了三楼 刚走上楼梯 容浅就被触动到了 三楼 只有两个房间 跟他在沈义家里那会住的一样 两个房间的门都是一样的 沈书怀指着其中一边的房间 对他说 这个房间是我堂哥的 已经上了锁 要是我也不知道在哪 你们要是 容浅很诧异 沈书怀失笑地说 是啊 这栋房子上上下下我都能去 唯独我堂哥的这个房间 我从来没进去看过 不能把锁撬了吗 容浅的想法 简单粗暴 沈书怀却笑着摇头 那可不行 容浅却是跃跃欲试 要是让他住这 留着一个锁住不能进的房间 他早把锁给撬了 容小姐 我们到了 沈书怀带着他 在另一个房间门口停下 他对他说 这房间 我之前不知道堂哥是留给谁的 但这段日子下来 我觉得 这个房间 应该是我堂哥 给你留的 你就那么确定吗 容浅看着房门 莫名有些紧张 他不知道 这房间里面 有什么在等着他 沈书怀故弄玄虚一笑 你进去看了 不就知道了吗 第九十章 红尘太浅 思念太深 沈书怀把房门打开 看到房间的那一刻 容浅的心里 涌过一丝暖意 诚如沈书怀所说 这间房间 确实是沈义留过他的 容浅原以为 在香港那边的房子 已经不小了 但这个房间 却是那边的两倍大 容浅只觉得 视野都被扩大了 还是满屋的公主风装潢 晶莹剔透的珠帘 挂在顶上垂落下来 一撩拨 珠子碰触间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地板上铺着柔软舒适的地毯 落地窗对准着床的方向 容浅都能想象到 自己每天早上醒来 拉开窗帘 打开落地窗 站在阳台上 呼吸新鲜空气的一幕了 这房间打扫起来 一定很累吧 容浅看完之后 发自内心地 吐出这么一句感慨 沈书怀失笑道 定期有家政阿姨 过来清洁打理 这倒是不用担心 真的一点灰都没有 容浅走到梳妆台前 摸了一把台面 干净的都在发光 别说有灰了 完全不像搁置了几十年 没人住的 沈书怀打开梳妆台的 其中一个抽屉 对她说 容小姐 这个房间几乎没什么 私人物品 唯有抽屉里 放着两个盒子 说着 沈书怀已经把盒子拿出来了 像是放戒指的盒子 白色的 盒子用很高档的材质制作 一尘不染 你可以打开看看 沈书怀示意她 容浅便随手打开一个 就发现 里面赫然是一枚金色的戒指 而且 很熟悉 是沈义戴过的那一个 容浅愣住 这是沈义戴在手上的戒指 那么 另一个就是 容浅立马将另一个盒子打开 果不其然 另一枚戒指 也是同样的款式 不一样的是 这是女款 沈义当时确实说过 她有个戒指要送给她 只是打算想去拿的时候 被许莫打岔了 之后 就把这事丢忘了 没想到十个多年之后 沈义还是把那枚戒指 送到她面前了 容浅把那枚戒指拿出来 就注意到 戒环中刻着一行英文 容浅念出来 The world of mortals is too shallow and miss too deeply 沈书怀翻译过来 意思是 红尘太浅 思念太深 容浅挣了一下 她在给她的戒指里 刻上这么一句话 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那她的戒指上刻着什么 容浅好奇 把沈义那枚也拿了出来 她自己这枚戒指上刻的字 就没那么含蓄了 很直白地写着 Everyday I miss you and read your name 容浅把翻译后的意思念出来 每天想你 念你名字 容浅读出来之后 连忍不住一红 她给她留的那句话 还算含蓄 结果到了自己 就这么直接又赤裸裸 真是 一点也不害臊 容浅姐 这两枚戒指 你都拿走吧 我想 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沈书怀感慨地说 容浅觉得 带走不太好 但沈书怀坚持 容浅也没办法 就只能收起来了 连同沈亿那一份 话说这个抽屉里放着什么 容浅注意到 有个抽屉是有钥匙孔的 她试着拉了一下 已经上锁了 沈书怀说道 这个确实是锁着的 也是没有钥匙 不过里面应该没东西 没东西 怎么会上锁呢 容浅不信 尤其 这梳妆台 明明是全新的 没钥匙太不正常了 沈书怀听出她话里的意思 猜测道 容小姐 你不会是 想要暴力撬开吧 既然你都说了 这是我的房间 那我敲自己的锁 应该没问题吧 容浅对她眨了下眼睛 笑得很狡黠 话音落下 容浅就生生 将锁住的抽屉给扯出来了 全靠一身的蛮力 沈书怀则舌 不过 她也很好奇 这抽屉里有放什么东西吗 咦 还真的什么都没有 容浅低头一看 抽屉是空的 沈书怀眼间 她指着抽屉最里面说 等等 这里好像有东西 容浅也注意到了 那是一张照片的背面 因为是白色的 又是立起来 贴在最里面的位置 没仔细看 还真的发现不了 容浅把照片拿出来 翻过来一看 瞳孔立马放大 照片中的人 是她自己 容小姐 看来 你又可以穿越过去了 沈书怀看到照片 她一脸欣慰 如果可以的话 她也想见一见自己的堂哥 容浅则是心事重重 心里有着说不清 百般复杂的思绪 因为照片中的自己 虽然是站着的 但低着头 明显心神不宁 拳头握得很紧 似乎在做什么心理斗争 这给容浅最直观的感觉是 照片中的她 似乎并不想穿越回来 但她又不得不 必须回来 这个过程 很挣扎 容小姐 容小姐 嗯 听到沈书怀喊自己 容浅才回过神来 沈书怀看着她 关心道 你在想什么吗 刚才喊了你好几声 你都没反应 没什么 容浅也说不清 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她看着手里的照片 像是下了什么决定 她对沈书怀说 我们去看沈亿的房间吧 可是 已经上锁 撬开 就可以了 容浅打断她 很干脆地说 但沈书怀表示还是不行 她觉得不妥 容浅不理解 她问道 这有什么不妥的 没准 她的房间里 有我们不知道的发现呢 沈书怀对她说 容小姐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 这房子不是我的 我只是在帮人照看吗 当然记得 这是沈亿的家 你在帮她看着 这有什么问题吗 容浅没听出 有什么不对 沈书怀说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堂哥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 我还守在这 替她看着房子 容浅愣住 她这话 是什么意思 沈书怀告诉她 因为 她跟我说过 总有一天 她会回来的 第九十一章 找到沈逢然的下落 你说总有一天 她会回来 是什么意思 容浅直勾勾盯着沈书怀的眼睛 不能怪她 用这种怀疑沈氏的眼神看她 她现在越往后调查 越觉得 身边的人都可能有秘密瞒着她 沈书怀却是叹了口气 感慨万千地说 但估计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她说的那句话 永远也实现不了吧 沈书怀的意思 是这句话 是沈亿离开的时候对她说的 之后 等她再听到沈亿的消息时 就是沈亿失踪了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我还以为 容浅反应过来 仔细一想 发现确实是自己太敏感了 她还以为 沈亿说会回来 是她失踪之后 总有一天会回来 但仔细想想 怎么可能呢 沈书怀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见她话说一半 还问了句 容小姐 你以为什么 没事没事 不重要 容浅摆了摆手 话归正题 她还是想去撬沈亿的门锁 只是不等她再提起 手机这时收到消息 容浅打开一看 是陈家发给她的 是一家养老院的地址 容浅皱起了眉头 嘟囔到 松鹤居养老院 别告诉我 沈凤然在养老院里 沈凤然在养老院 沈书怀听到了 她也是一脸诧异 容浅边拨陈家的电话 边跟她说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打个电话问她一下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容浅问她 佳佳 你发我的地址是什么意思 你让我找到沈凤然 就住在那家养老院里 电话这边的陈家 忙得焦头烂额 容浅能听出她很忙 本来还想跟她确认一下 这是不是她要找的沈凤然 但一想到 自己都不知道 沈凤然现在长成什么样了 让人家怎么回答她 于是 容浅跟她说了声谢谢后 就没打扰她 挂电话了 怎么样 沈书怀见她挂了电话 连忙问 容浅摇摇头道 不能确定 我能提供的信息很少 但她能找到养老院 就代表 年龄没有错 就是不知道 那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沈凤然 话音刚落 容浅又收到陈家 发过来的消息了 是一张老人的照片 对 就是她 沈凤然 容浅还没说什么 沈书怀就先激动起来了 容浅被吓了一跳 手机差点没拿稳 跟沈书怀的激动不同 容浅倒是很冷静 她将照片点开 仔仔细细观察着 老人的长相 确实跟年轻时的沈凤然 有几分相似 无论是眼神 还是给人的感觉 都不会觉得 这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而是一个尖酸刻薄 脾气极差的老顽固 至于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她的左眼 有一道刀疤的原因 照片中的老人 年轻的时候 左边的眼睛 应该被砍过一刀 导致左眼已经瞎了 泛着眼白 看着还挺难吓人 容浅推算了一下 沈凤然现在的年纪 应该差不多六十岁左右 可照片中的老人 看起来极为苍老 也不知这些年 是经历了什么 容小姐 你在想什么 沈书怀见她一言不发 容浅把手机收了起来 她对沈书怀说 我去趟养老院 确认一下 容浅没耽误时间 说走就走 松鹤居养老院 名字听起来高大上 但所处的位置 跟环境并不高档 相反还有些偏僻 接纳的应该都是 中产往下家庭的老人 容浅到了之后 直奔院长室 询问是否有个 叫沈凤然的老人 住在这里 院长是个微胖 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听到容浅要找的 老人叫沈凤然 连照片都不用看 她就立马给她指路了 就那里 二楼最里边的 一间独立房间 她就住在那 好的 谢谢 容浅先道谢 她没有急着去找 而是先问了她一些问题 院长 我能问一下 她是什么时候 在这里来养老院的吗 院长告诉她 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家里人对她不好 嫌弃她在家待着是累赘 就把她送养老院来了 容浅若有所思 正准备走 院长这时提醒了她一声 对了 她脾气不好 你别被她吓到 残疾人嘛 自尊心总是比一般人强一些 等等 院长 你刚才说 她是残疾人 容浅错愕 院长点点头 是啊 她年轻的时候 断了一条腿 已经坐在轮椅上几十年了 容浅的表情很古怪 这沈逢然年轻那会 到底经历了什么 难道是被黑社会追杀 又是砍她眼睛 又打断她的腿 当然 在这瞎猜也没用 找到当事人 一问就知道了 容浅上了二楼 找到最里边的一间小房间 只见窗户紧闭 里面还挂着绿格子的窗帘 遮得严严实实 想透过窗户 看一眼里面都不行 容浅敲了敲门 等了半想 才听到老人有气无力 哭哑沉闷的嗓音说 谁啊 爷爷 您好 我是新来的护工 容浅没有表明身份 然后 又等了一会 才听到老人说 门没锁 进来吧 容浅拧动把手 确实没锁 于是推开门进去 房间比他锁小的还要小 里面就一张床 还有一张小桌 老旧的电视机上播着戏剧 扮演木贵英的京剧演员 正咿咿呀呀地唱着 沈凤然就坐在轮椅上 在这么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 看着电视 孤寡老人 显得有些凄凉 沈凤然心不在焉地瞥了他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全然当他不存在 脾气确实不好 容浅走过去 拉了张小板凳过来坐下 就问他 沈凤然 你认识我吗 沈凤然转头拿正眼看他 这一看 他的瞳孔直接墨地一缩 身体因情绪激动而颤抖 显然是想起来什么了 你见过我 对吧 容浅很直接 没有一句废话 你 你 沈凤然震惊地看着他 你了半天 愣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容浅问他 你还记得沈亿吧 沈亿 啊 我就算是死了 也忘不了他 沈凤然面目猙獰地说 我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全败他所赐 你知道 我这只眼睛 是怎么瞎的吗 他颤抖地手指着自己已经瞎掉的左眼 愤恨地说 就是他拿刀 亲手把我的眼睛给割瞎的 第九十二章 失踪就代表他一定死了吗 容浅错愕 沈凤然眼睛上的伤 是沈亿栋的手 他为什么要伤害你 容浅很冷静 第一反应 就是询问前因后果 沈凤然冷哼了一声 愤愤不平道 还能是什么原因 就因为我挡了他的财路 得罪了他 这不可能 容浅几乎是脱口而出 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就否定了沈凤然的话 沈凤然像是早看出他会不信了 冷嘲热讽地说 你当然不信 毕竟在你的心里 他没有任何污点 所以你也想象不出来 他会犯法犯罪 犯法犯罪 我怎么听起来 这形容的像是你自己呢 容浅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 看待沈凤然说的这些话的 自始至终 保持一份理智与清醒 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并没有盲目相信 但显然 容浅这话激怒到沈凤然了 他情绪激动 耿着脖子 气红了脸道 你 你给我滚 既然不相信我的话 你还问干什么 滚 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 容浅直视他的眼睛 他的平静与沉稳 也间接影响到沈凤然 他深呼吸 让情绪平复下来 沈凤然低下了头 像是跟理性做了一番斗争 半想 他才说到 我曾经确实走过错路 但人生在世 谁没走错路 难道因此就可以否定我的一切吗 你做了什么 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部甜点 容浅很想知道 这其中都发生了什么 沈凤然却执拗地说了句 关于我的过去 我不想说 我承认是我旧游自取 可凭什么 他沈亿可以逍遥法外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而我却遭受这样的苦 你说沈亿逍遥法外 容浅的表情 别说有多古怪了 这沈凤然 怕是对沈亿有什么误解吧 沈亿不是受害者吗 怎么到了他这里 反而成了最大的赢家 你一定是觉得我老糊涂了 再胡说八道吧 沈凤然盯着他看 眼神很害人 容浅调整了一个坐姿 他双臂抱怀 姿态依然从容道 据我所知 沈亿是受害者 三十年前 他登上一艘轮船之后 就失踪了 失踪就代表他一定死了吗 沈凤然突然插嘴 容浅顿了一下 失踪确实不能代表死亡 但沈亿 不是已经被判定为死亡了吗 沈凤然仿佛看出他在想什么 他说了句 他没死 你刚才说 沈亿没死 容浅意志不变的脸色 终于有了一丝波澜 沈凤然言之凿凿道 没错 他没死 失踪只是一个幌子 实际是为了隐姓埋名 过荣华富贵的日子 不知怎么 听到沈凤然这话 容浅反而破天荒地冷静下来了 存疑是一回事 但不和谐又是一回事 沈凤然这番话说得太突然 也显得太突兀 直接扭转了容浅前面所推断的一切 要是沈亿真的没死 那他前面所做的一切都在干嘛 因此 容浅强制镇定 拿出自己专业的一面 秉公执法 不带任何私心 他问沈凤然 你既然那么肯定说他没死 那是不是还代表 你知道他在哪 我知道 沈凤然的回答 出乎了容浅的意料 他问 他在哪 加拿大 沈凤然准确地说出一个地方 我只知道 他躲在加拿大 具体在什么地方 就得容警官你自己去找了 容浅微微眯起了眼眸 加拿大 据他所知 托马斯也躲在加拿大 难不成 沈亿还跟托马斯走到了一块 那要真是这样 岂不是说 故人杀他的幕后主使人 就变成沈亿了 容浅觉得很可笑 就算是反转 这也太荒谬了些 你不相信我说的吗 沈凤然观察他的神情 做出自己的推断 容浅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他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警察 沈凤然有片刻的停顿 我可不记得 我有告诉过你 我叫什么 是做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个警察 容浅寻寻善诱 步步紧逼 沈凤然面不改色回答他 你有说过 在过去的时候 容浅迅速接话 所以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什么人 也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不然 你以为我 为什么会告诉你 沈凤然将问题抛还给他 容浅的眼神 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他若有所思地 看着自己的手指 许久 才说了句 是啊 我也想知道 你告诉我这些 是想让我做什么 容浅抬起头看他 直视他的眼睛 沈凤然却是转移视线 他拿起一个陶瓷杯 慢悠悠地喝了口水 我只想告诉你 别再助纣为虐了 沈凤然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就把容浅给赶走了 容浅回到车上后 并没有立马开车离开养老院 而是闭上了眼睛 复盘刚才跟沈凤然所说的每一句话 说实话 容浅并不相信 沈亿的为人 他最清楚不过 沈凤然口中的沈亿 刚他所了解到的 根本就是两个人 可如果刚才那些话 都是沈凤然骗他的 那沈凤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容浅想不明白 他咬了咬唇 终究还是不甘心 就这么走了 他过来是为了寻求一个答案 不是带走另一个新的问题 于是他重新下车 就算沈凤然不愿意说 他也要逼他说出来 第九十三章 他们的历史 被沈亿改变了 容浅 只是刚下车 容浅就听到有人喊他 一转头 就看到一辆计程车开了过来 张浩的头 从车窗里探出来 正在对他招手 容浅 你怎么能一个人行动呢 你不知道 你现在很危险吗 张浩一下车 就对容浅一顿念叨 容浅看了眼杨老院 看来 他今天是没法找沈凤然 把话问清楚了 张浩见他不搭理自己 走到他面前 挡住他的视线 双手插腰 气鼓鼓地说 容浅 我在跟你说话 你听到了吗 袭击我的人不是 抓住了吗 我还有什么危险 容浅重新坐上车 张浩见状 赶紧坐上副驾 边系安全带 边对他说 谁说你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难道你不知道 袭击你的人 跟被逮捕的那帮亡命徒 根本不是同一批人吗 你说什么 容浅脸色一变 张浩见他是真的不知情 很详细地给他解释 袭击你的有两批人 被逮捕的那帮亡命徒 原本想在北京对你下手 但你未不先知 导致他们的行动无疾而终 而之前一开始在路上撞你车 还想对你开枪的人 并不是那帮亡命徒 容浅眉头紧皱 他倒是不觉得 这是两批人 应该说 是想伤害他的人 派了两拨人对他下手 也就是说 尽管林杰已经死了 但他的危机依然没有解除 因为幕后主使人 还没找到 张浩还告诉他 容浅 袭击你的第一批人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已经有些眉目了 人已经找出来了吗 这么久了 终于让容浅听到了好消息 张浩摇头 还没有 只是根据线索 我们怀疑到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张浩拿出手机 打开相册 将照片递给他说道 就是这里 位于澳门的一家赌场 叫红星赌场 创始人是一个 从广东移民到香港的广东人 叫姚正兴 姚正兴 容浅没想到 还会有听到这个名字的一天 而且 照片中那么大的一家赌场 竟然是姚正兴创建起来的 当然 容浅并不是怀疑姚正兴的本事 而是据他所知 姚正兴的赌场 不是在香港吗 怎么在澳门也有 而且 就算是他后来开起来的 可那会 他应该已经被合计成算计 出事故死了吧 是啊 就是他 姚正兴为国家的慈善跟公益 都奉献了不少力量 几年前硬病去世的时候 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都说姚家要变天了 张浩滔滔不绝 自说自答 没注意到容浅的表情 越来越不对劲 容浅都快怀疑 张浩说的 跟他所知道的姚正兴 是不是同一个人了 他及时插嘴问道 姚正兴不是几十年前 就出事故死了吗 就在他的女儿姚娜 被绑架撕票后不久 而姚正兴一死 他的赌场 后来不是落入了 合计成手里吗 容浅 你在说什么啊 张浩失笑的说 你这些消息 都是从哪来的 姚正兴没出事故 他的女儿姚娜 也没被撕票 人家活得好好的 婚姻幸福 还有两个女儿 你干嘛这样骤人 容浅终于发现不对了 他连忙拿手机搜索 果然 跟张浩说的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过去被改变了 容浅下意识就想到沈亿 因为关于姚正兴 跟姚娜的下场 他只跟沈亿说过 也就是说 沈亿插手阻止了 当年那场绑架案 从源头上改变 就这样 改变了他们的历史 容浅都傻眼了 沈亿到底是哪来底气 敢擅自改变历史的 难道他就不怕改变历史后 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等等 容浅忽然又想到什么 他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会不会是因为 沈亿本来就活在历史轨道上 因此 他的决定 顶多是改变了结果 并不算改变命运 因为 活在当下的他 无论做出什么决定 最后都会变成历史 反而是他 作为一个穿越过去的外来者 因为不属于那个时代中的人 不能插手做出任何改变 想通了这一点 容浅的脸上 不由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笑 如果是这样 那沈亿的未来就可以改变了 不是由他来改变 而是由他自己 容浅 你突然这是怎么了 又哭又笑的 张浩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 见他一下子皱眉 一下子豁然开朗 现在又激动地笑着流出眼泪 张浩慌得手足无措 容浅抹了把眼泪 他笑着说 我没哭啊 我是开心 在容浅的潜意识里 沈亿还是受害者 是需要他去救他的 开心 有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 张浩摸不着头脑 容浅却没多说 而是转移了话题问他 你刚才说 袭击我的人跟红星赌场可能有关系 是的 得到这个回答 容浅摸着下巴思考 发现这其中还是有奇怪的地方 红星赌场既然是姚家的 那姚家那边没理由会对他下手啊 容浅开始是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何继承在背后搞鬼 可他刚才查过 何继承好像很多年前就不在了 所以不可能是他 姚家现在的当家主 是姚娜的丈夫 一个叫宗宇棠的男人 宗宇棠对姚娜疼爱有加 把赌场管理得妥妥当当 很受姚正兴的欣赏 可以说 宗宇棠入赘姚家后 家庭事业双丰收 容浅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张浩看出他在想什么 对他说道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你跟红星赌场无冤无仇 好端端的 他们怎么会派人袭击你呢 所以呢 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张浩表情很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发现 托马斯在红星赌场出现过 而且 我们还通过照片发现 托马斯去赌场 见了一个人 见了谁 容浅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张浩示意他 往下翻手机相册 你看看就知道了 虽然有些模糊 但五官还是能辨认出来的 在张浩这么说的时候 容浅已经翻到那张照片了 背景是在赌场里面 西装革履 向着老绅士的托马斯 握住了另一个老人的手 那老人穿着一身 金边贵气的黑色中山装 脸上戴着一副老花镜 住着拐杖 紧敏的薄唇 严肃的表情 让这位老先生 看起来很严厉 看到这张照片 容浅一脸惊愕 因为 这个老人跟沈亦 长得好像 第94章 启程去香港 容浅怀疑自己看错 他揉了揉眼睛 又仔细地瞅了几眼 容浅毕竟不知道 沈亦老了之后是什么模样 但要他举例 大概就像这照片中的老人了吧 即便已经老了 那也依然是个帅气的老头 容浅觉得脑子有些发猛 他问张浩 知道这个老人是谁吗 嗯 已经查出来了 容浅口干舌燥 他抿了抿唇 略带紧张和忐忑地问 他 叫什么 木昭雪 容浅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结果就听到张浩说出了一个与沈亿毫无关系 完全陌生的名字 容浅表情古怪 一张小脸都皱成了一团 木昭雪 是的 张浩点头 跟容浅介绍道 我们已经查出来 这个木昭雪住在加拿大 很有钱 是个富豪 但膝下没有儿女 关于他的过去也是个谜 据说失忆了 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住在加拿大 改名换姓 有钱 没有过去 容浅低男 貌似跟沈逢然说的都对上了 照片中 这个叫木昭雪的老人 真的就是沈亿 因为这个木昭雪 近期跟托马斯有交际 因此 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了 文言 容浅立马问 联系上了吗 没有 张浩脸色很凝重地说 这个木昭雪 在见过托马斯之后 就下落不明了 下落不明 容浅的眉头越皱越紧了 一时之间 整个案子扑朔迷离 容浅都有一种迷失了方向的感觉 晚上回家后 容浅就躺在床上发呆 他看着从沈书怀那边拿回来的照片 照片中的自己 无论看多少遍 容浅都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因为 他对自己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 毫无记忆 将照片往脸上一盖 容浅嘟囔道 反正照片已经在我手上了 要不 直接去找沈亿问清楚吧 可是问什么呢 容浅垂死病中惊作起 看着照片 他头疼不已 首先 他根本不知道会穿越到哪个时间点 要是沈亿对此一无所知 那他岂不是白去了 到头来 还浪费了一张照片 果然 还是先去一趟香港吧 容浅的目光落在堆积在角落的那一大报纸上 回来的时候 他就重新把报纸翻一遍了 之前报道沈亿去参加姚正新葬礼的那篇报纸 已经没有了 他们的未来 已经被沈亿改变 而姚正新虽然去世了 但他的女儿 姚娜还活着 那么 后来沈亿做了什么 又发生了什么 姚娜一定知道 想到这 容浅就必须去一趟香港 见一见这个姚娜了 就是不知道 他是否还记得他 于是 花了一天时间 把该请的假请好 把该安排的事给安排妥当 容浅就收拾行李 订上机票 去机场登机了 只是 你们几个 这是什么意思 侯机厅里 容浅看着各自背着一个包 走到他面前 站成一排的张号 徐阳 还有陆怀裔 这平时八杆子打不着的几人 相互之间认识 已经够诡异了 更别说还同时出现 很邪门好吗 容浅 我担心你啊 队长都说了 要我跟着你 别让你一个人单独行动 张号有理有据 熊啾啾气昂昂 容浅给了他一个眼神 拆穿他的小心思 我现在是休假 不是办公务 你跟着我干什么 休假也一样 反正 你要出远门 我就必须跟着你 张号铁了心 要跟着他 容浅懒得管他了 他的目光 落在穿着一身 休闲西装的徐阳身上 你呢 你跟着我去乡党干什么 徐阳笑着说 是阿姨给我打的电话 说他不放心 你一个人 正好 我这两天也没什么事 就当放松一下 旅旅游吧 容浅头疼服额 该不会他老妈以为 他上次 跟他有徐阳的电话 是对他有意思吧 还想从中签一下线 那你呢 你小子不用上课吗 张号跟徐阳也就算了 但陆怀裔这个在校大学生 会跑过来 着实让容浅没想到 该不会是他昨天 给陆轩打电话 问了他一些事之后 随口提了句 今天要去香港 然后 他就让陆怀裔跟过来了吧 陆怀裔看出他在想什么 嬉皮笑脸道 嘿嘿 警官姐姐 你昨天给我爷爷 打电话的时候 我刚好在哦 所以 是你爷爷让你来的 容浅怀在想 如果是的话 他就不好拒绝了 结果 就听陆怀裔说 不是啊 是我闲着无聊 就借口说你一个人不安全 有个人跟着会好一些 然后 我爷爷就同意我出来了 你别动 我给你爷爷打个电话 让你回去上课 容浅拿出手机 陆怀裔抱他大腿 哀嚎道 不要啊 警官姐姐 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我真的想出去玩 哦不是 是真的想保护你 把手给我撒开 最后 还是都坐上飞机了 这让容浅很是头疼 到时候 他想做一些事 还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不过 张浩跟陆怀裔虽然没什么用处 但徐扬关键时刻 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酒店 吃喝住行 他都一手安排了 于是 到达香港国际机场后 徐扬安排的专车 就把他们送去了酒店 他原本只安排了两个房间 但现在多了两个人 就又开了两间房 张浩跟陆怀裔这两人 也是一点都不客气 一路蹭吃蹭喝 把徐扬当导游 得亏这徐扬脾气好 这要是换成容浅 早把他们两个踹回去了 而容浅不知道的是 从他们一路下 机场开始 就有人在暗中跟踪偷拍他 将他的一举一动 都拍了下来 第95章 沈亿 我好像想你了 陆怀裔这一趟香港之旅 是做了攻略过来的 他强烈跟徐扬推荐一家 很有名气的餐厅 据说有70年的历史 许多知名港星 都在那家餐厅吃过 是来香港一趟 毕打卡的一个地方 徐扬倒是无所谓 既然他这么强烈推荐了 那就去吧 餐厅基本跟陆怀裔形容的一样 复古又传统 一进去 一股浓浓的历史年代感 就扑面而来 这家餐厅 确实年代久远了 且为了保持餐厅的风貌 仅在原有的基础上 增添了一些新时代潮流的东西 陆怀裔一进餐厅 手机就拍个不停 几人钟 也就他像个游客了 餐厅的墙壁上 四处挂着许多明星的照片 叫得出名的 叫不出名的都有 国外的也不少 容浅原本只是 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 走进了那条餐厅里最出名 挂满了照片 名为时光的走廊 结果走到尽头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张黑白的照片 照片中的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 他只有一个侧脸 但仅仅一个侧脸 就惊为天人 那无可挑剔的轮廓 下恶险 猴杰 每一个细节都完美到了极致 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就怕惊动了这照片中的男神 甚至觉得多看一眼 都是一种亵渎 这照片中的男人 不是别人 正是沈亿 荣浅没想到 会在这看到沈亿的照片 算是意外之喜吧 只是前两天刚见过的人 此刻被挂在充满了历史感的墙上 让荣浅有一种说不出的恍惚感 荣浅盯着照片看了许久 就在他下意识上手 要去触摸的时候 身后这时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 很纯正的港枪 靓女 照片是不能碰的 荣浅转头 就看到对方是个中年男人 长相很和气 从衣着上看 像餐厅的总经理 抱歉 荣浅连忙道歉 中年男人笑着摆摆手道 没事 用不着道歉 很多客人看久了 都会下意识想上手去摸 请问你是 荣浅这时才询问他 中年男人忙介绍道 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我姓陈 你可以称呼 我为陈老板 陈老板热情好客 平时最喜欢在餐厅里闲逛 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闲聊一番 陈老板知道这照片中的人是谁吗 荣浅指着沈亿的照片 问他 陈老板笑着点头 我当然是知道的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几个知道他了 他叫威龙 是那个年代风靡全球的巨星 曾造成万人空相 就为了目睹他眼 他经验了一个年代 也代表了一个时代 陈老板万般感慨 思绪似乎回到了过去 荣浅看着照片 问他 他的照片 只有这一张吗 不 他的照片还有 得到这个答案 荣浅忙问 在哪 我能看看吗 陈老板很好说话 而且 这也没什么不能看的 于是 便带着荣浅上了楼 到了三楼最里面的一个隔间 这隔间也是吃饭的 不大不小 刚刚好的空间 摆着一张餐桌 还有两张椅子 像是专门给情侣准备的 楼外的一面墙 是透明玻璃 客人在里面用餐 转头往下看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楼下的街道与行人 感受市井风情 而在这个隔间的墙壁上 就挂着沈亿的照片 不同于在走廊看到的 八寸小相框 这隔间里的沈亿 直接霸占了一面墙 照片依然是黑白戏 充满了高级感 照片中的沈亿 在低头亲吻一朵玫瑰花 眼睛却瞥了镜头一眼 这就给人一种 他在看着你的错觉 沈亿的镜头感 充满了故事性 就仿佛那朵玫瑰花 是他的爱人 受到偷拍者的侵犯 他那充满占有欲的眼神 就算是荣浅盯着他的眼睛 多看几秒都招架不住 这就是他沈亿 一个天才般的演员 威龙先生 是我们餐厅的常客 陈老板对荣浅说 在我的记忆里 威龙只带过一个女伴来过这里 之后就都是一个人了 而且每次过来 都坐在这个位置 陈老板指着左边的一张椅子 然后又转头看荣浅 说来也是巧 威龙带过来的那位女伴 和你长得很像 呵呵 是吗 荣浅甘笑了两声 尽量不让自己看起来太奇怪 陈老板还问他 你要坐一下吗 荣浅本想拒绝的 但不知怎么 话到嘴边 他又咽回去了 而后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对面的那张椅子坐下了 据陈老板所说 沈亿每次都在晚上过来 并且是挑最安静 没有客人的时刻 陈老板每次经过 都会看到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沈亿 坐在椅子上 双腿交叠 目光望着窗外 只留下一个笼罩在阴影中的侧脸 他有时会抽烟 但烟影不大 大多时候点了根烟之后 就夹在修长的手指中 任其燃烧殆尽 而他 就静静望着对面空荡的椅子 一言不发 这个隔间 据说是被沈亿包了 除了他之外 其余人一概不得入内 尽管是到了现在 陈老板也没有把隔间开放给客人使用 平时也没什么人会来 这一次 陈老板之所以会带荣浅过来 纯粹是荣浅主动问起 以及 他真的跟当年威龙带过来的女伴 长得太像了 听到陈老板说的那些话 荣浅的脑海里 已经有画面了 他仿佛已经看到 沈亿坐在他对面 望着窗外 静静抽烟了 荣浅趴在桌上 下巴抵在交叠在一起的手臂上 他慵懒地低难了一声 沈亿 我好像想你了 对面的椅子明明是空的 但有那么一个瞬间 荣浅仿佛看到沈亿真的坐在了椅子上 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 他伸出手 放到他头顶上 低沉雌性的嗓音 回应他的思念 阿浅 我一直在等你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去找你了 荣浅下意识告诉他 话音刚落 荣浅就愣住了 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呢 难道真是魔证了 第九十六章 钱是一回事 重要的是面子 荣浅 原来你在这啊 外面这时传来张浩的声音 荣浅抬头 就看到张浩 还有徐阳跟陆怀仪都过来了 注意到一旁的陈老板 张浩还问了句 荣浅 他是谁啊 他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姓陈 叫他陈老板就可以了 荣浅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跟陈老板打了声招呼 就准备走了 陈老板看了张浩几人一眼 转头对荣浅说 这几位先生 一定有一位是小姐的男朋友吧 让我猜猜 是哪一个 听到陈老板这话 张浩跟徐阳 都不自觉地检查了下衣着 连站姿都不一样了 陈怀仪倒是无动于衷 于是 陈老板只一眼 就看出来 谁对荣浅有意思了 不用猜了 哪个都不是 荣浅没给他瞎猜的机会 说完就先走了 闻言 张浩的肩膀搭拉了下来 整个人都无精打采了 转身跟上荣浅的脚步 徐阳倒是喜怒不形余色 让人看不出来 他心里在想什么 等陈怀仪也跟着荣浅走之后 徐阳的目光才落在墙壁 沈亿的那张照片上 先生 请一步楼下餐厅 陈老板挡住他的视线 对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徐阳点点头 临走前又看了照片一眼 这男人 他好像 在哪见过 餐厅的客人很多 虽然如此 但上菜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只是他们的菜还上不到一半 陈老板这时急匆匆地走下来 他对餐厅所有的客人表示了歉意 说有人临时包下了餐厅 被麻烦客人 现在就离开 并且 为了表示他的歉意 这顿晚餐非但不收费 还会倒贴客人晚餐的钱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客人很不满 骂骂咧咧地甩筷子走人 陈老板只能赔礼道歉 将客人的不满全盘收下 什么意思 咱们吃不了了 在状况外的陆华一不明所以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浩说道 好像是有什么大人物包了餐厅 咱们吃的这顿饭 非但不用付钱 老板还会倒贴 我们这顿晚餐的费用 那岂不是说 咱们还赚了 陆华一的心态倒是很好 压根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徐扬这时淡淡开口 钱是一回事 重要的是面子 哦 那我就懂了 陆华一故作深沉 但发现这种路线不适合他 于是继续埋头吃饭 反正要走了 别浪费 徐扬也是好面子的客人之一 他放下筷子 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 脸色很不好看 等陈老板过来他们这一桌 向他们道歉的时候 徐扬就对他说 陈老板 我吃饭不喜欢中途被赶走 而且 让客人吃到一半的包场行为 也很恶劣 说着 徐扬还端起茶杯 喝了口水之后 接着说道 我可以出钱 今晚你的餐厅 我徐扬包了 陆华一录出了看有钱人的表情 霸气啊 陈老板很抱歉地说道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并不是我不愿意将餐厅包给你 而是那位客人 我实在得罪不起 那位客人是谁 徐扬就直接问了 陈老板也没隐瞒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过姚家 今晚 宗宇堂先生带他的夫人要过来用餐 如果先生没听说过 可以了解一下 姚家 徐扬的眉头皱了起来 要说香港最有名的姚家 也就只有众人皆知的那一家了 虽然不想承认 但徐扬确实没底气 跟那个姚家得罪上 陈老板看到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微微一笑 对他们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们挑这个时候过来 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荣浅这时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陈老板对荣浅印象不错 也愿意告诉他 是这样的 据我所知 宗宇堂先生跟他夫人这时候过来 是要在这里 跟一位姓荣 叫荣浅的小姐谈话 荣浅愣了一下 宗宇堂跟姚娜 是过来见他的 他们怎么会知道他的存在 而且 还知道他在这家餐厅里 莫非 从他们下飞机一刻开始 他就被监视了吗 荣浅 警官姐姐 好巧 跟你同名案 陆怀一听到陈老板的话 就下意识对荣浅调侃地说 陈老板听到了 他看了荣浅一眼 是吗 这位小姐也叫荣浅 不用看了 我就是他们要见的人 直接让他们来找我吧 荣浅很淡定地喝了口茶 不打算走了 张浩一听 好奇问他 荣浅 你认识这个叫宗宇堂的男人 不认识 荣浅说的是实话 张浩的眼睛瞬间瞪大 不认识他 还敢让人家来见他 总不能因为同名 就这么乱来吧 陈老板的表情也有些怪异 这时 他的手机有消息传来了 陈老板拿起手机一看 是一张照片 照片中是刚下飞机的荣浅 陈老板见状 忙客气地对荣浅说 荣小姐 是我冒昧了 您且坐着稍等 我去传话 去吧去吧 辛苦了 荣浅还对他挥了挥手 陈老板的态度转变 徐扬几人都看在眼里 对此都是很惊讶的 陆怀一还跟荣浅确认 警官姐姐 你真的不认识姓瑶的这家人吗 要是不认识 你这样冒名鼎替 真的好吗 谁说我冒名鼎替了 难道我不是叫荣浅吗 荣浅丝毫不慌 有理有据 于是 荣浅越淡定 他们就越慌 等会人过来了 一看发现不对 他们不会被保安赶出去吧 荣浅的脸色倒是很严肃 他在想 姚娜会过来找他 是因为谁的交代 见到他之后 姚娜又想跟他说什么 第97章 那个神秘的大人物 到底是谁 餐厅驱散客人的速度很快 随着一波 穿着西装制服的保镖过来之后 客人离开的速度就更快了 荣浅坐的位置正好靠窗 于是透过窗户 很清楚地可以看到 餐厅门口站着两排保镖 一辆家常的劳斯莱斯开了过来 而后 车门打开 一个充满富态的中年男人下了车 他穿得很正式 笑起来有些憨厚 脖子上还记着领结 看驾驶 像是去参加红毯 而不是来吃饭 中年男人下车后 就伸出了手 从车里牵出了一位体态轻盈 宛如少女的中年妇女 那妇女穿着温婉的长裙 披着羊绒披肩 手里拎着一个珍珠恋的皮包 珠宝首饰 一应俱全 一看就知道是个豪门贵妇 容浅健壮 嘴角就是一勾 她这身打扮 容浅想认不出来都难 那妇女 是姚娜 老婆 一想到董惠就要见到容小姐了 我有点紧张 宗宇棠揪着姚娜的衣角 扭扭捏捏 就跟个小媳妇似的 姚娜嫌弃的瞪了她一眼 拿出你平时当家做主的气势来 耸着个肩膀 像什么呀 这不是有老婆大人你在吗 我哪敢威风 宗宇棠嬉皮笑脸讨好 姚娜见她这样 很是没好气地说 要不是当初沈一哥说 你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我也不会放心嫁给你 结果你倒好 这些年 越来越不要脸 老婆大人过奖了 宗宇棠笑起来很腼腆 但实际上 她是一只实打实的笑面虎 表面越老实 背地就越狡猾 这些年 不知道靠这副老实的皮囊 骗了多少人 最重要的是骗到了一个老婆 只是话虽如此 姚娜的心里 还是感到很幸福的 沈一并没看错人 宗宇棠虽然腹黑 但从不对自己人 而且她手段也足够狠利 就算是入赘 也有足够的本事 撑起整个摇架 只是某人扮猪吃老虎 扮上瘾了 每次跟老婆一起出现 都表现出一副 女强男弱的人设 搞得自己多怕老婆似的 不过 说实话 要见容小姐了 我还是真挺紧张的 这话宗宇棠倒是说真的 让她招架不住的人不多 容浅就是其中一个 而另一个 就是沈一了 虽然很离谱 但你也看到了 容小姐真的在这一天来香港了 我们派去跟踪她的人 也把她的照片发给我们看过了 不会错的 那就是容浅 姚娜倒是很镇定 她冷静地说 不管怎么说 我们只要把某人交代 我们的事办好就可以了 宗宇棠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 只是 现在的姚娜说得有多霸气 见到了容浅之后 她就有多怂 看到容浅的那一刻 姚娜紧张的心脏 碰碰直跳 毕竟相信不可思议的事实是一回事 亲眼目睹 又是另一回事了 宗宇棠也咯噔了一下 不过 关键时刻 还是得靠她撑场子 让姚娜冷静下来 宗宇棠就牵着她的手 朝容浅走过去了 宗先生 宗太太 这位便是容小姐 陈老板走在前面给她们带路 将她们带到容浅面前 而后 陈老板就退到一旁 观察她们的反应了 张浩跟陆华一很紧张 深怕这对夫妻发现自己被唬弄 容浅根本不是她们要见的人 徐阳倒是很淡定 虽然不知道 容浅为什么会认识姚家的人 但联想到 她连自己的二爷都认识 徐阳就不觉得奇怪了 容浅不认识宗宇棠 因此 她只看着姚娜说 你知道我是谁 对吧 是的 容小姐 我们知道你是谁 姚娜从容不迫 大方得体 她对着容浅微微一笑 那眼神里 似乎有无数的话想跟她说 容浅的食指 有节奏地轻敲着桌 打亮的目光 毫不掩饰 大大方方地落在她们身上 半想 容浅才开口道 你们怎么会知道 我会来这里 还有 你们又是怎么知道 我的身份呢 容小姐 你想知道的 我们都会一五一十告诉你 姚娜的态度很客气 仿佛 容浅对她们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人 只是有些话 有旁人在场 不便多说 容浅也看出来了 于是对徐扬说 你们先接着吃 吃饱之后 就先回酒店 我们可以等你一起走 徐扬的意思也很明显 容浅正要说什么 姚娜抢先一步开口了 你们几位 都是容小姐的朋友吧 宗太太 你好 我叫徐扬 徐扬站起来跟她握手 姚娜礼貌跟她一握 然后就对她说 容小姐的朋友 那边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来一趟不容易 我们得要好好招待你们 宗太太 你太客气了 徐扬这话 有拒绝的意思 但姚娜压根就不管她是怎么想的 我行我素 直接把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你们住的酒店 是我们姚家的产业 把订的房间退了吧 我安排你们住总统套房 之后 你们的吃喝住行 我们都包了 徐扬皱眉 她想拒绝 但姚娜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准确地说 是根本不让她给容浅花钱的机会 这让徐扬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徐扬当然不会知道 姚娜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因为 这都是沈亿交代她这么做的 依稀记得 某人交代她做这些事实 话里话外 都透着一股浓浓的醋味 尤其是在知道容浅的身边 跟着三个男人 唯独没有她的时候 别说有多郁闷了 因此 其实就连容浅都不知道 表面上 沈亿虽然不在 但其实 她做了什么 跟什么人在一起 沈亿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 尽管沈亿不在 她依然有办法照顾到容浅 并且不给其他男人 给她花钱的机会 姚娜因此也对徐扬说了 不是我想这么热情地招待你们 而是有人 让我这么做的 所以 你们要感谢 就去感谢她吧 你所说的这个人 是谁 徐扬忍不住问 姚娜却是神秘一笑 抱歉 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你们只要知道 这位容小姐 是她的人就可以了 徐扬眉头皱得更紧了 是容浅认识的人 而且 还不是一般的关系 那个神秘的大人物 到底是谁 莫非 这个神秘的男子 就是送她手表的那个人 第98章 实际上 她是当场死亡 容小姐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进了新的包厢 姚娜将菜单递给她 容浅摆了摆手 我已经吃饱了 你们点你们想吃的就好 姚娜点点头 便把菜单递给宗宇堂了 宗宇堂点了些菜之后 还随口问了容浅一句 容小姐 要喝点什么吗 这算是宗宇堂 截止到目前说的第一句话 容浅文言抬眸看她 对上容浅的眼神 宗宇堂莫名紧张 她忐忑地问 容小姐 怎么了吗 你认识我 不是询问 而是肯定 宗宇堂忙点头 认识 只是这回 容小姐还不认识我 容浅微微眯起了眸子 实际上 她从刚才开始 就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了 此刻听到宗宇堂这话 容浅总算知道 哪里不对劲了 她的位置被对调了 原本 她是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人 而现在 她被调换了 她成了一无所知的那一方 这里也没别人了 说吧 你们怎么会知道 我来这里 容浅问完 自己还猜测了句 还是我跟你们说 让你们来找我的 姚娜想了想 说了句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这算什么回答 容浅皱眉 她要听肯定 而不是这种 模棱两可的答复 姚娜告诉她 你确实有跟我们说过你的身份 不过 让我们在这一天 来找你的 则是沈亿 沈亿 容浅诧异 如果是沈亿 就代表 她后来已经知道 她不是什么时空旅行者了 想到这 容浅忽然迫切想知道 一个答案 于是 她连忙问姚娜 沈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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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露出疑惑的表情 沈亿 那是谁 她怎么会是沈亿 有没有一个可能性 是沈亿当年并没有在轮船上失踪 而是改名唤姓 躲了起来 容浅把自己放在一个警察理智分析的角度上 她必须排除所有可能性 听到她这话 姚娜很震惊 容小姐 你怎么会这么想 沈亿哥她 当年是真的死了 死了 不知怎么 死这个字 让容浅很不舒服 姚娜看了宗宇堂一眼 后者的脸色也是很严肃 宗宇堂接过话道 容小姐 沈亿当年被宣布死亡 是不争的事实 在那种情况下 她根本 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 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容浅虽然知道 沈亿是在海上失踪的 但并不知道细节 宗宇堂垂下了眼帘 嗓音低沉道 她坠海前 胸口就中枪了 失踪只是对外的一个声称 实际上 她是当场死亡 容浅的瞳孔末低一缩 胸口中枪 当场死亡这几个字眼 让她的心不自觉收紧 疼得她差点喘不过气来 但尽管如此 容浅还是得保持理性 分析地说 我之所以会怀疑 沈亿没有死 是因为 近日出现了一个 叫沐潮雪的老人 她跟沈亿 长得很像 而且 她还失忆了 忘了自己的过去 听到她这话 姚娜跟宗宇堂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 看出了困惑与不解 迟疑了片刻 姚娜还是问容浅 容小姐 那位叫沐潮雪的老先生 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跟她见一下面吗 很遗憾 她在见过托马斯之后 就下落不明了 而且 他们还是在你们的赌场见的面 在红星赌场 姚娜很意外 但她还是摇头 表示并不知情 说到这 容浅也不打算隐瞒了 她很直接地告诉他们 我这次过来 是想找你们问一些事 倒是没想到 你们会主动来找我 既然如此 我也就直说了吧 你们 有派人袭击过我吗 在了解事情真相 审问的这个过程中 容浅不会带上个人情感 相反 扯到自己的时候 她会更加铁面无私 托马斯 红星赌场 袭击 姚佳 这些关键词凑在一起 容浅很难不怀疑到他们身上 当然 怀疑是一回事 真相是不是如此 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听到容浅怀疑 是他们派人对她下手 姚娜下得赶紧澄清 就插发毒事了 看到姚娜慌成这样 容浅根据自己的分析 也觉得 是他们对她下手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要说是为什么 大概 是因为 他们是沈亿相信的人吧 就如容浅相信 沈亿永远也不可能会伤害她一样 沈亿 托马斯 还有沈冯然 当年 他们之间都发生了什么 容浅不想再猜测了 他必须要知道 当年他们跟沈亿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然而 姚娜给出的回答 跟容浅前面所知道的 基本没什么两样 沈冯然确实跟沈亿过不去 一直跟他明争暗斗 至于托马斯 也在暗中找沈亿的麻烦 而且 很可惜的是 姚娜虽然知道 他们对沈亿而言 是敌对的关系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姚娜所知并不多 主要是 沈亿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 自己解决 很少会跟他们提起 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容浅说 不失望是假的 不过 言归正传 容浅对姚娜说 行了 你们现在可以告诉我 来找我做什么了 姚娜看了宗宇棠一眼 宗宇棠点点头 起身离开 过了一会 他提着一个黑色的包走过来 将拉链打开 宗宇棠从包里拿出了一台老旧的相机 容浅愣了一下 这是 这是副管家给你拍照的那台相机 尽管已经猜到了 但真的从宗宇棠口中听到 容浅还是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就是这台相机吗 这么多年了 竟然还在 容小姐 这就是沈亿要我们交给你的东西 宗宇棠把相机递给他 郑重地叮嘱道 这台相机里 还有最后一张胶片 他想让你拍一张照片 之后 你穿越过去找他的时候 务必要把照片给他